第1401集 意外的包裹 晨曦双子弯岸边下起了一场细雨 那是世暴引起的天象变化 还是一场巧合 艾格莎不得而知 剧烈的爆炸在海面上 掀起了一道极为壮观的水柱 哪怕是在15公里外 也看得一清二楚 和灰蓝色的背景不同 升起的水柱呈现出纯白色 就好像它并不属于大海一般 水柱缓缓上升 仿佛失去了重量 整个过程大概持续了数十秒 而这一景象 也超出了大多数旁观者的常识 最终它化作雨点重归大海 取而代之的是一道扭曲的白雾 后者比水柱更庞大 升得也更高 直到现在依然能看到那朵奇特的烟云 至于原本聚集在试报点周围的帆船 则早已不见踪影 雨就是在这个时候下起来的 没能参加首次雪山试报 一直是它的遗憾 现在总算是补伤了 艾格莎不禁想起了两年前的冬季 吴东城进行炮火掩饰后 罗兰陛下与菲利斯的对话 化学原料金的放热反应 不过是爆炸中最低档的一种 重现太阳之灰才是罗兰追求的目标 抛开那些璀璨放射之类的胡话 罗兰总体来看还是挺靠谱的 只是令艾格莎稍感意外的是 这一回观众席上没有任何掌声 被邀请来的贵族愣愣地坐在椅子上 似乎连焦头接耳都望在了脑后 不少人神情极为复杂 甚至眼中闪烁着一丝畏惧之意 作为辉宝方面的代表 艾格莎原本按照罗兰的意思 准备了一大段激昂陈词 不过在见到这一幕后 直接起身离开了观众席 他完全能猜出这些人的想法 有时候沉默反而能说明一切 不管如何陛下已经兑现了他的承诺 与会的陈希贵族都通过他们的双眼 见证了人类的能力 接下来的数据收集工作 自然有专门的工业部人员去负责 不到半个小时 初步的结论就送到了他的面前 此次试报达到了预期效果 艾格莎将万事顺利的纸条绑在飞行信使上 仰手抛上天空 信使展开翅膀 很快消失在西边天际 希望另一边的空袭行动 也可以一切顺利 灰光城的城堡内 参谋部正在梳理整合空袭行动所带来的最新情报 这次出击的结果可谓十分理想 魔鬼大概没预料到人类在绝境群山遭遇失败后 会这么快发起新的进攻 加上空袭式天生的灵活性 使得鸡群逼近到神造之神上空时 敌人才做出反应 该情况意味着魔鬼有能力 让这方圆数十公里的陆地飞起来 却没能力完全监控该片区域 这不仅让第一军高层心中有了底 也给海鸥号记录下所有恐兽部队升空位置的机会 他们虽和双翼机不同 并不需要一片平坦的空地才能起降 但目前来看仍是集中饲养 战时统一调度 因此恐兽所栖息的大型黑石塔 无疑是值得重点对待的目标 而雾湖上空的魔力屏障 则是此行最为关键的情报 空骑士不光发现了它的存在 还通过连续轰炸确认它可以被削弱 尽管原理不明 不过此特点和高阶魔鬼通常具备的屏障能力几乎一样 只是范围要大得多 若能建立起两者之间的联系 参谋部便能大致算出突破屏障所需要的火力 比起以上这些信息 四下天火号的损失 已算最小的代价了 罗兰放下战报后开口 曼福尔德卡斯坦因吗 他确实值得好好家教一番 有决心不难 难的是下定决心的同时还有能力来实现 突入魔鬼城市上空 凭借自己的理解完成腐空头弹 最后带领队友安然脱离 这份天赋只能用卓绝来形容 我会把这份宝奖转告给他的 迪力怂怂肩 随后又小声说了一句 就没见过 什么 不 没什么 我还有事要忙 就先走一步了 迪力转身朝房间外走去 接着 罗兰听到身后 叶英发出了一声轻笑 难道你听听她说什么了 没有啊 不过基本能猜出来 哦 说来听听 叶英比出五根手指 这么多 谁让她是长公主殿下呢 这已经是折后架了 好吧 成交 嗯 那位空骑士的天赋确实不错 但你夸得实在太多了 在所有空骑士当中 谁的天赋最杰出 不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吗 你似乎把能力做到的事情 当做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可对当事人而言并非如此 毕竟 这东西又不是我们能主动选择的 对吧 确实 能力是一种天赋 她的起点虽高 但想要将其完全发挥出来 同样离不开大量努力 我最近确实有些忽略了这一点 罗兰坐在强威咖啡馆的窗户边 望着外面人来人往的街道出神 喂 你在发什么胆 罗兰抽回视线 看到瓦吉里斯捧着两杯咖啡 在他对面坐了下来 他暂时抛开心中的杂念 当然是在考虑如何才能快速抵达无敌之境了 接着 又将空袭神造之神的大致过程 讲述了一遍 这种能覆盖大片区域的魔力屏障 跟高阶魔鬼的能力有关吗 他也是最近才研究出来的技术 如果我是你的话 就不会再使用魔鬼这样的称呼 我族的具体能力 取决于魔石的种类 选择护盾魔石 不过是它相容性好 实用性颇高而已 并不是必然拥有的能力 比如我 就没有融合这类魔石 另外 无论如何魔石的作用范围 不可能覆盖一整座诞生之塔 它应该是假面的另一项研究成果 那是什么 用核心仪器来模拟魔石的气旋结构 以实现效果的大幅度增强 这个想法很早以前就有 不过实际障碍也很多 没想到它真能成功 这也意味着 神造之神上所出现的屏障 和他们本身所施展的能力 并没有本质区别 罗兰默默记下了词典 至少他证明参谋部提出的 对比设想是可行的 研发共生体的也是假面 没错 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和千行西斯塔利斯很像 几乎没有使用过 一颗战斗类型的模式 考虑到共生体 在对付天海界上并不理想 王派他来 倒也是符合逻辑的做法 对方就当前局势又聊了片刻后 梦魇起身告别 当送他到门口时 罗兰忽然开口 谢谢 海克佐德并没有出现在 最近的两次战斗中 他应该是信了信上的内容 如果有他在场的话 第一军的损失恐怕会多上许多 至少在这一点上 我应该感谢你 瓦吉里斯意外地停下脚步 回过头去 别忘了 我并不是在帮你 而是在帮助我的族群 你若能遵守承诺 便是最好的回报 除此之外 我不需要任何感谢 随后 他快步消失在人流中 罗兰回到咖啡馆内 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那是一条快递短信 这令罗兰有些奇怪 他最近明明没有在网上 购买任何东西来着 即使如此 他还是返回桶子楼 在自取箱里 翻出了寄给他的包裹 包裹大概半币长宽 拿在手里几乎感受不到重量 和纸箱的尺寸 一点也不符 罗兰检查了一遍封条 发现确实是寄给他的后 在住所卧室里拆开了包裹 盒子打开的那一刻 他顿时愣在当场 里面竟放置着一块 凝固的星盘 第1402集 第三幕 怎么会是星盘 罗兰好半天才回过神来 和堕魔者的核心不同 这种东西 一般只会出现在 纯魔力生物和神石体内 普通的武道家 根本不是其对手 如果武道家协会 集中力量精心谋划 或许也有机会 杀死这样的敌人 不过 他们绝不会将星盘 如此随意地交到罗兰手中 用快递来寄送 随时有可能感染 侵蚀他人的危险玩意儿 此举已算得上近乎而戏了 可不是协会寄送的 又会是出自谁手 罗兰检查了下寄送地址和电话 两者都属于编造 寄送者并不希望被他知晓其身份 唯一可信的是单号 表明此件来自同一城市 问题在于 这种行为对对方来说 同样不怎么高明 快递公司不复合寄送者的真实身份 仅仅是为了减少成本 真要反查起来 轻而易举 编造一个地址就能逆藏踪迹 在现代社会 这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情 通过调查监控和询问接获员 一般很快就能锁定目标 但要不要借助协会的力量 去追查寄送者 罗兰反而有些犹豫不定 从结果上来看 对方显然知道他的底细 并对他抱有一定的善意 否则就不会将如此 棘手的东西寄到桶子楼来了 不管如何 替他削弱侵蚀力量 总应该是站在同一战线的人 既然对方不希望暴露 他保持现状或许会更好 罗兰揉揉额头 决定待会儿再去思考 这个头疼的问题 现在更重要的事情是 处理眼前的星盘 他将注意力 重新移回到盒子上 若星盘来自猎袭怪物 那么直接融合掉就行 可万一他来自神使的话 岂不是意味着 不 这怎么可能 能干掉猎袭怪物 就已经很夸张了 神使可不是那么好 对付的敌人 哪怕肥雨寒 也只能做到苦苦支撑 还是不要幻想 这样美好的事情比较好 罗兰哑然失笑 他将手放到星盘上 后者宛如从静止的时间中苏生 蓝白色的光斑再次开始旋转 中心处越来越亮 直到一根璀璨的光柱战射而出 到这一步时 一切都十分正常 就和他目睹过的数字融合景象一模一样 但下一秒 世界突然陷入黑暗 大量意识如潮水般涌入他的脑海 同时带来的还有难以忍受的痛苦 在这惊涛骇浪的狂潮席卷下 罗兰差点失去意识 好不容易才稳住心神 等到一切缓缓平息时 他再次睁开眼睛 发现他站在了一片虚空之中 雪花片依旧存在 不过第三次经历时 大脑似乎已能较好地过滤 那些无关噪点了 好吧 居然还真实 看来这下必须得查一查 对方的身份了 他抽了抽嘴角 环顾四周 这次仍然是宇宙北京 因为周围实在太过空旷 罗兰一时也无法确定 和上次经历的意识片段相比 这回明显要更黑一些 仿佛星辰都隐藏起来 花了好一阵子 罗兰才从稀疏的雪花片中 找到了一处基准点 一个暗淡的 就像即将熄灭的光团 嵌在黑色的背景中 如同针尖般细小 顺着这个基点 他又找到了更多的光团 看到这里 罗兰反而不确定 他是否身在宇宙之中了 因为那些光团排列整齐 间隔均匀 并不像是自然天体 能做到的样子 我问你 引力是什么 就在罗兰睁大眼睛观望时 身后突然响起的声音 令他寒毛都竖了起来 他猛地转过身去 才注意到 那里不知何时 多了一个灰蒙蒙的影子 对方漂浮不定 犹如没有实体一般 显然 这并不是他所熟知的 任何一种语言 甚至那是不是语言 都很难确定 尽管不明白缘由 可罗兰意识到 映射在他脑海中的内容 被简化了 就好像对方发出了一道 含义复杂的电磁波 但被滤波器过滤大半 仅留下了他能理解的内容一样 罗兰小心翼翼地开口 你是在问我吗 引力是这个世界中 最为值得景仰的力量 意识中另一个声音回答 而这声音听起来似曾相识 罗兰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先是突然出现吓人一跳 接着又神神秘秘地 开口问话 罗兰还以为 他也参与到了这个片段中 没想到 仍只是一个旁观者而已 没错 他普通稳固 并且越宏伟越壮大 他让须鱼凝聚 让须无成形 如此生命才能落地生根 文明才能得以存续 而每个族群 最先认识到的力量 也正是引力 他既是摇篮 又是枷锁 文明的进步史 便是一部摆脱引力的抗争史 从脱离大地飞向天空 去到更遥远的地方 莫不是如此 现在他再一次成为我们的阻碍 也是最后一道阻碍 那声音渐渐变得充满韵律 犹如在放声歌颂 风险无法预估 我不建议你实施门计划 每一步前进都伴随着风险 你应该清楚这一点 清楚 所以我的建议从一开始 就没有变过 但你还是帮我完成了它 这一计划 我已不知等待了多少个千年 现在让它启动吧 等等 门计划到底是什么 最后的阻碍又是何意 罗兰感到 他似乎错过了什么关键信息 可张口也好 心里想也罢 无论他如何追问监护者 也没有回应他的呼唤 我明白了 随着脑海中话音落地 雪花片变得多了起来 按照过去的经验 片段接近尾声时 时间的流速应该会愈发加快 可没有参照物的情况下 他也难以做出准确判断 罗兰看到那些光团 开始自发地向中心靠拢 只是其亮度不增反降 并很快变得一片漆黑 其余光团如同飞蛾扑火一般 投入那片黑暗 没有丝毫停息 最后究竟有多少汇入其中 根本无法计算 这个过程像是在一瞬之间 又仿佛格外漫长 终于 一个极限恍如被突破 一团耀眼无比的红光 于黑暗中突然绽放 并在眨眼间略过整个世界 他的速度远比光要快 等罗兰反应过来的那一刻 他已经完成了席卷 一切又恢复到了最初的模样 但罗兰知道 这个世界已经截然不同了 巨变正在发生 最先反馈的是灰影 他在这道光芒下 如器物般瓦解 接着是更多的死亡讯息 它们发生在黑暗中的每个角落 无数烟灭与凋零 此起彼伏 罗兰无法用眼睛看到这一幕 脑海中却如实地反映出来 远处的城市起火燃烧 围绕星体的轨道分崩溪离 溪流中的鱼儿停止游动 洞穴中的虫子腐化成一滩污浊 就连它飘在虚空中的身体 一开始变质扭曲 无论生命是高等还是低等 在这一刻没有任何区别 雪花片也在此时占据了全部视野 当一切结束时 卧室的景象又重回 罗兰忍住强烈的不适感 咬牙挪到窗边 温暖的午后阳光洒在她的身上 下方充满生机的街道 令她尝出了一口气 这时她才发觉 脸颊上似乎有些湿润 用手指叹了叹 那竟是一行泪痕 第1403集 西境之外 罗兰深吸口气 抬手擦拭脸颊 但她知道 她只不过是在故作轻松 以掩盖心底涌动的负面情绪 直到这时 她的手仍在微微颤抖 背后更是一片湿凉 就在刚刚 她仿佛亲历了一场可怕至极的灾难 尽管实际上只有短短一瞬 但她却像挨个陪着那些消失的生命与文明 度过了最后阶段 或者说 她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员 从鱼虫到鸟兽 从低等到高等 它们挣扎的身影 与痛苦的声音挥之不去 宛如整个宇宙 都成了一片死地 这眼泪 便是为他们而留 一时间 罗兰甚至有些舍不得离开窗口 射进来的阳光了 窗外原本平平无奇的景象 如今也变得格外动人 哪怕是墙边流淌的污水 以及随处可见的狗皮广告 都显得生动自然 望着杂乱而繁忙的街道许久 她才勉强平复下心情 现在 她已基本能肯定一件事情 魔力 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于这个世界中的 这个猜测 在第二幕时就被安娜提出来过 此刻 算是得到了印证 是门计划 导致了魔力的出现 但毫无疑问 那绝非监护者想要的结果 灰影期待的是摆脱引力 另一方更是直接了当地提到了无法预估的风险 如今看来 魔力便是他们没能预料到的意外 而魔力引发的浩劫 则成了神明所谓的代价 最终 这股力量在极短时间内传播开来 监护者亦没能逃脱 整个世界 也变成了罗兰现在所看到的模样 不过 罗兰发现即使了解了这些 她所知道的 仍只是些皮毛而已 最关键的问题是 门计划到底是什么 为何灰影对此念念不忘 神异之战 又跟这一切有何关系 总不会指望他们去填上这个漏洞吧 她回过头 宁氏快递箱半赏 最后还是拿起了手机 你好 潘石先生 我需要协会 帮我找一个人 吴东城 沃土平原入口 二号站 一列火车 缓缓停靠在装卸台前 不等火车头完全静止 查姆便兴冲冲地跳上站台 他快步朝货运车厢跑去 将汉客的声音抛在身后 哈齐拉移以后 查姆并没有如他预想的那样 成为一名威武帅气的军官 尽管包括父亲和牺牲的长兄在内 他们一家四人都得到了 陛下的褒奖与授勋 但行政厅却将他和父亲 调出了第一军的队列 转业成为了专职的火车司机 父亲倒是没什么意见 毕竟战争结束后 火车仍得有人来开 这种力大无穷的机械 就算不运载火炮 也有着极为广泛的用途 甚至在主力部队撤回吴东后 奔波于沃土平原之上的车辆 不减反增 行政厅也是以这个理由 将他们调离军队的 用父亲的话来说 便是在哪儿不是为陛下效力 何况待遇还比以前高出不少 查姆却没这么乐意 整天和黑乎乎的煤炭达交道 哪有手持长枪与怪物作战来的痛快 何况 掌兄牺牲在了营地保卫战里 他上前线多干掉几只魔鬼 才是为大哥报仇 伺候一台蒸汽火车 可做不到这一点 最让他耿耿于怀的是 二哥偏偏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不仅顺利晋升 还被选入了第一军精锐部队 查姆原以为接下来几年 他都要在这片荒凉的原野上 闷闷不乐地度过 没想到 事情的发展完全超乎他的意料 大量住宅区和农场 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 绝境山脉以北 站点数量直线增长 酒馆 店铺也随之而来 运送货物不再是一件 枯燥无味的工作 结束得早的话 他每天都能去馆子里喝上几杯 而火车司机无疑是一个颇受众人欢迎的职业 无论是本地人还是迁移民 大家都对那片曾被传为诅咒之地的禁区充满兴趣 讲的兴致来了 续杯都无需他自己掏钱 当然 这种待遇在吴东城或其他站点 也大同小异 真正让他期待的 是这里的人 请大家排好队 有事地领取自己的人偶 货车厢旁 一名女孩双手捂着嘴边喊道 还未等他靠近 对方就已经看到了他 高兴地挥起手来 你来了 望着那可爱的笑容 查姆感到能成为一名火车司机实在是太好了 他忙碌起袖子 我也来帮忙 好啊 那你也拿一个人偶在身上吧 女孩笑着递过来一个卖杆扎成的娃娃 点脚将其挂在查姆的脖子上 哼 无事献殷勤 而另一名女子从货堆上跳下 冷冷瞪了查姆一眼 查姆毫不退让地反瞪回去 两人一时大眼瞪小眼 僵持在车厢旁 最后 还是女孩打断了双方的对峙 好了 波山 查姆先生只是热心肠而已 我们迷路的时候不也多亏了他帮忙吗 提到迷路 女子脸色顿时一僵 她撇开头不懈地哼了一声 今天懒得跟你计较 让开 我要干活了 说完 她抓起两袋种子 头也不回地朝堆场区走去 女孩不好意思地微微攻身 抱歉 波山他只是 也没关系 我不介意 查姆故作大度地摆摆手 接着背上种子跟了上去 事实上 她期待这天已经许久 不搞都打了无数遍 无东剧院晚上有新的戏剧上演 她已经订好了两张票 就等早点忙完工作后 开口向对方发出邀请了 这两名女子都是沉睡魔咒的女巫 她们的相识可谓十分戏剧性 女孩第一次搭乘火车前往二号站点协助建设时 不小心坐过了头 望着一片空旷的大平原 她当时就不知所措 哭得梨花待雨 而陪在她身边的波山 同样没好到哪里去 面对人烟罕至的陌生环境 露出了一副高度戒备 又惊又惧的模样 活像一只被踩到尾巴的猫 无奈之下查姆只好停下火车 将二人转送上另一趟返程的列车 并向对方司机反复叮嘱其目的地 才让二人在天黑前顺利抵达二号站点 她本以为这只是一场意外 之后便不会再有任何交集 没想到两名女巫协助的 正是站点卸载工作 一来二去下 彼此渐渐熟络起来 她也知晓了对方的名字 霞 第1404集 无用之人 霞很可爱 不光指模样 当然 她的模样也十分出众 女巫中似乎就没有太差的 连那个成天对她冷眼相待的波珊 都无法用难看来形容 甚至有时候 对方板着脸的样子 也别有一丝风味 但查姆绝对不会说出来 那无疑只会换来翻倍的冷眼 假的可爱 更多在于其他方面 她遇到开心事会笑 遇上挫折会哭 从来不会掩饰自己的情绪和想法 纯粹的就如同雪地里的一缕清泉 但她在某些方面又格外执着 比如迷路后的一周里 她愣是守在站台边等到查姆出现 为的只是向她好好道谢一番 总之 就是一切都很好 与她之前所见过的所有姑娘都不同 霞是最特殊的一位 如果其他人是黑白的话 那么她一定是橙红色的 犹如她那头微卷的红色短发一样 相比之下波珊就差得远了 明明两个都是女巫来着 喂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 你应该知道我们是女巫吧 走进堆场 查姆发现波珊竟在门口等她 她针锋相对地回了局 从认识的第一天起 所以你这是承认自己只是抱着玩玩的心态了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有这种的想法 但霞那么可爱 我没有把她让给别人的理由 如果是当着霞的面 查姆绝技不敢说出这样的话了 但偏偏在波珊面前 她一点也不想退缩 无论多大胆的话 似乎都能脱口而出 大概没料到她直接承认 波珊愣了片刻 可 可爱什么的 那根本不重要好吗 她是女巫 而女巫不可能 你又不是不清楚 查姆挺起胸膛 展示出衣服上佩戴的战斗英雄徽章 那又如何 我还有一个哥哥 就算生不了孩子 父亲也不会介意 而这个陛下亲自颁发的奖章 也足够保障他以后的生活 你还有什么疑问吗 言语的保证根本算不上数 我会一直盯着你 然后揭穿你的 随便 对了 你不提自己是女巫我还忘了 你的能力到底是什么呀 我怎么觉得 你只是在用自己的力气在搬火 不知为何 这话一出口 查姆觉得 对方的表情更差了 你是不是认为 我不该待在这里 不 我只是好奇而已 查姆连忙摆手 这才意识到 此话 确实容易让人觉得 暗藏讽刺 奇怪 平时都很注意 错词来着 怎么如今变得这般随意了 尽管波珊瞒不讲理 但我也不是 牙字必报的人呢 就在他以为 对方不会再回答时 波珊却低声开口 我的能力是杀人 杀 后者从地上捡起 一粒种子放在掌心 很快 种子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枯萎缩卷 最后变成了一个 黑褐色的疙瘩 任何生命 都会在触碰下 快速凋零 就像这颗种子一样 事实上 不只是动物 就算是石头和金属 也会受到影响 只不过生效极慢 魔力消耗也大得多 所以 通常用来对付敌人 查姆往后倒退了两步 那你为何不去 和魔鬼学道 女巫联盟没有批准 他们负责 所有女巫的工作安排 而我的能力 必须近距离接触 才能施展 他们认为危险性过大 难有发挥的余地 最后的结论是 让我自己选择 除了上战场 所以言语的保证 什么也不是 罗兰陛下也不例外 你胡说 陛下从来没有誓言过 这是所有无动人 看在眼里的事情 哪怕再不可思 只要陛下答应 就一定能实现 等等 你见过陛下 查姆无法接受 有人当着他的面 诋毁国王陛下 但望着对方 似笑非笑的神情 他忽然有些底气不足了 博山扔下手中的 黑戈的开口 见过 女巫联盟是这样 安排工作的 他们会优先 根据能力进行筛选 再询问女巫的个人意见 最后综合两者来确定 比如霞就是这样 如果能力用途不明 就会转由罗兰陛下亲自处理 毕竟按他的说法 任何能力都可以在 汇宝大发展中起到作用 不存在无用者一说 而我 便属于后面那一种 查姆发现 他陷入了两难之地 他绞尽脑汁也想象不出 这种纯粹破坏性力量 除了战斗外 还能用在哪个方面 陛下当时一定十分苦恼才对 但他又不觉得 这是罗兰陛下的错误 承认此点 比他自己没能兑现承诺 还难受 陛下是怎么说的 他说如果再过五十到一百年 我可以在社校和道具行业 大放光彩 那是什么东西 谁知道呢 好像跟魔影有关吧 我也不太确定 陛下当时说了很多 比如 社校用途极为广泛 而作旧又是工业 社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之类的 很狡猾的说法 对吧 就算他没有说谎 那也是许多年之后的事了 但就现在来说 我确实只是一个无用之人 说吧 他性意阑珊地向站台走去 原来是这么回事 查姆恍然 他总算明白 侠之前为何欲言又止了 在女巫东躲西藏的时候 能与追杀者战斗的波山 必然是团队核心 但现在 陛下已不需要他们去浴血厮杀 他反而变得一无所有 两者之间的落差 可想而知 一时间 查姆感同身受 当得知被调出军队的那一刻 他几乎也觉得 他被世界所抛弃了一半 在这样的境遇下 脾气不好 大概也是正常之事吧 望着对方孤零零的背影 他的心软了下来 原本他一直在盘算 如何才能支开对方 单独向霞发出邀请 但现在 他却无法将这话说出口了 如果连霞也不在 他身边岂不是一个人都没有了吗 咳嗽两声后 查姆伸手摸向伊兜的口袋 那个 我有两张新戏剧的票 后者回过头 似乎在等待他的下文 但我晚上有事 估计去不成了 要不你和夏去吧 这样总比浪费得好 博山脸上露出了亚瑟 不过 还未等他做出回答 天上忽然响起了 噼里啪啦的声响 两人抬起头 只见成千上万只飞鸟 掠过头顶 几乎遮住了阳光 这种如乌云般迁徙的鸟群 查姆还是第一次见到 他听说过 候鸟会有固定的跃动旗 但此景 显然不属于这一范畴 鸟群中的种类 可谓五花八门 而且他总觉得 这些飞禽 行迹十分仓促 全然没有平日 展翅翱翔的优雅 他不禁皱起眉头 他们这是怎么了 集铁搬家吗 噓 你有听到什么声音吗 除了翅膀的扑他声 还有别的吗 不 在更远的方向 波山的神情 变得有些凝重起来 查姆只好再次屏息倾听 这一回 他隐约捕捉到了一线长鸣 沉闷而浑浊 夹杂在鸟群的阵翅间 宛如起伏的笑音 他猛地瞪大眼睛 那是 北方传来的警报 第1405集 突如其来的袭击者 这时 其他工人也察觉到了异样 纷纷停下脚步 望着黑压压的飞鸟 一轮不止 查姆却意识到了紧迫 那并不是城市所用的警报 而是第一军的战时预警 这意味着 敌人已经逼近到军队面前 战斗随时都有可能开始 或者说 警报声传到这里的一刻 他们已经在和敌人交战了 难道魔鬼又卷逃出来了 那样的话 外面也太匪夷所思了一点 他跟随父亲从彌藏森林 一直征战到塔十号站点 对北边的情况基本有数 第一军之所以会改造塔其拉废墟 主要目的就是预防磁点 在空旷的大平原上 一座高耸的哨塔 足以看到十公里以外的区域 先不说红雾哨点 需要时间来建立 光从圣城废墟到这片无东开拓地 就相隔三四百公里 敌人是如何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 直接突入到离新王都这么近的位置的 但现在 已经不是深究这个的时候 负责二号开拓地的哨所 最多只有百来人驻扎 还都是轮换的新兵 如果他们真的遇到袭击 能成功击退魔鬼 保证此地安然无恙吗 查姆心里完全没底 这时 波山突然快步向站台方向跑去 喂 你要去哪儿 侠还在火车上 我要去接他 这一回答也提醒了查姆 按照疏散条例 听到警报后 所有人应该是往最近的避难所撤离 但装卸站台位于开拓地最边缘 他们现在跑去住宅区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何况是折返 与其带着侠去避难所 不如直接乘火车离开 查姆一把扯下徽章 高举于手中 大家看这里 我是第一军的士兵查姆 二号开拓地遭遇袭击 所有人放下货物跟我来 此处离避难所太远 我们去火车避险 随后他又小声补充了句 曾经的 但没人听到他的低语 第一军名号说出口的瞬间 工人们便将他当作了领头者 那些原本已经往南跑的人也停下脚步 聚集到他身边 这样的景象 让查姆一有些意外 但随之而来的 则是压力倍增 他属于第一军序列的时候 不过是黑河号上的一名瞭望员 父亲手下的杂兵 从来没有领导他人的经验 现在陡然多了一群 需要为之负责的人 他心中不由 生起了一股忐忑 只是话一出口 他只能硬着头皮撑下去了 这边走 查姆带着工人 一路奔行至火车旁 正好碰上一脸 不知所措的汉客 伙计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只是找个角落 方便了一下而已啊 你先别管那么多 煤和水都加好了吗 锅炉的气压怎么样 正在带行状态 随时都能启动 很好 你现在赶紧去把转向干扮回来 我们到着往一号站开 松开刹车前 接着鸣笛提醒 明白了吗 还有 把枪上好汤 放在自己随时能拿到的地方 那 你呢 我先安排好其他人 再去车头和你回合 半课钟后 火车喷出滚滚白烟 缓缓驶出二号站台 这段时间里 更多的站台工人注意到了他们 并赶在列车启动前爬上了车厢 甚至 其中还有一支 看守堆场的民兵队 虽说只有百来人 但他们至少都配备了火枪 这也让查姆安心了些许 尽管 他很想陪在霞的身边 可这种时候最重要的事情 是把大家运送到安全地区 因此 确认对方安全无恙后 他便顺着过道回到车头处 也就在这一刻 查姆看到了袭击开拓地的敌人 一群 蜂拥而来的邪兽 神明在上 不是说 他们只会在行月出现吗 谁知道这鬼地方发生了什么 查姆从储物柜中取出他的步枪 接着熟练地爬上车顶 由于列车处于倒行状态 位于尾端的他 能清楚地看到后方发生的一切 许多邪兽像发了风一般横冲直撞 其中既有普通种 也有明显搭上一圈的混合种 他们袭来的速度比他预期的还快 离开站台还没多久 他就已经看到了有黑影越过铁轨 冲进了装卸区 如果大家靠双脚逃离的话 真不一定能跑过这些狂暴化的怪物 但现在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这让查姆长出了一口气 疑惑却依然存在 邪兽这种东西 好几年前就在水泥桥和火枪的阻击下 败下阵来 无法再进入胡东府第一步 如今第一军比过去强大太多 怎么可能被携手侵入进来 而接下来的几次开火 更是加剧了他的不解 数只混合种注意到了轰隆作响的火车 从北面追击过来 随后在凡那步枪面前被挨过击毙 最终只留下一滩黑乎乎的血水 这些年并没有让他们发生 翻天覆地的改变 邪兽的攻击方式依旧和野兽一样 不外乎尖牙与利爪 威胁要远低于能投矛的狂魔 实在想不明白 这样的敌人要如何才能 悄无声息地攻陷塔希拉驻军 伴随着一声巨响 火车忽然微微一顿 好像撞到了什么东西似的 查姆差点没被甩下车头 他恼火地转过头去 顿时浑身一凉 只见列车旁不知何时 出现了一只诡异的怪物 他半边身子和货车厢连在一起 虽然被撞扁进去 蓝色的血液喷涌而出 打湿了半截车皮 怪物有着许多腹肢和爬虫状的甲壳 脑袋边那对镰刀般的利爪 更是证明了他在掠食者中的地位 蹊跷的是 他之前根本没有发现车前方有任何怪物 这家伙到底是从哪里窜出来的 不过查姆马上没有工夫计较这个了 因为他发现不远处的轨道断成了两节 Hank 快刹车 他一边大喊着一边钻进车内 以最快的速度紧紧抓住了扶手 同伴虽然一脸莫名 但还是第一时间拉下了刹车 尖锐的笑音顿时响车整个列车 查姆甚至闻到了轮闸 升温时发出的交互味道 然而为时已晚 国车轰鸣着撵过了断轨区 沉重的车身 顿时让轮子陷入碎尸之中 接着一头冲下了路基 失去轨道约束的车厢相互撞击 最终在剧烈的震颤中 发生了轻覆 第1406集 深陷险境 查姆一时只感到天旋地转 耳边充斥着金属扭曲声 争气喷涌的滋滋声 以及汉客的尖叫 这一刻仿佛无比漫长 当车厢终于静止下来时 她的身体已经横躺在车窗旁 幸运的是 四肢依然听从了她的指挥 翻身探头爬起 整个过程并没有碰到任何阻碍 这意味着她基本完好 没什么比逃过一场脱轨事故更好的消息了 哪怕这只是暂时的 喂 伙计 你还好吗 她顶着弥漫的烟尘与水汽摸索到汉客身边 应该没有大碍 神明在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邪兽破坏了铁轨 我们必须赶紧离开这里 我不知道你来自哪座城市 但记住 在吴东神明不会保佑你 能保护你的只有国王陛下和这杆火枪 现在跟我走 从头顶窗口爬出车头 查姆看到整个列车已经瘫痪 车厢横七竖八地倒在路基下方 形成了一条弯曲的折线 不过 大概是脱轨前已在减速的缘故 车厢并没有出现多大损毁 基本仍保持原样 许多人正自发地推开车门与窗户 试图从这些洞口爬出车厢 也就在这时 查姆听到了清脆的枪响 他心里咯噔一下 转头对汉克大喊 挺好 你现在去帮助大家脱困 然后带着他们往西撤退 没有了火车 继续向一号站点移动的风险太大 而这里 已能看到迷藏森林的轮廓 只要跑进叶子大人的领地 应该就能摆脱邪手的追击 我知道了 见对方点头 查姆迈开腿 在车厢上方飞奔起来 他得快点找到侠才行 赶到最后一截车厢 查姆发现 民兵队正在和几只追上来的狼种交手 他们已经留下了数据尸体 但依旧不依不挠地 想要爬上车顶 他不开保险 以不到十米的距离朝狼种开火 尽管这算是他第一次向敌人扣下扳机 但过去的训练让他很快找到了感觉 不一会儿便帮助民兵将其悉数击毙 然而未等他喘口气 向大家询问女巫在哪里时 地面忽然震颤起来 落在车体上的弹壳纷纷向下滑落 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 当这股震动达到顶点时 前方的土地陡然隆起 一只巨大的蠕虫破土而出 张着血盆大口 趴倒在众人面前 见鬼 这什么玩意儿 民兵们惊呼着扣动扳机 怪物身上顿时被打得血化四箭 但相较于那庞大的躯体 子弹造成的创伤并不足以致命 接着虫子的表皮膨胀起来 查姆甚至能清晰地看到 下方脉动着的青色血管 伴随着一阵恶心的蠕动声 一群浑身沾满粘液的邪兽 竟被他生生地吐了出来 邪兽之中居然还有如此诡异的怪物 查姆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但这种时候 他已经顾不上去感叹了 新出现的邪兽中 大部分都是混合体 等到他们散开 倒霉的必定是他自己 他一边朝敌人射击 一边打吼 开火 开火 这句话也点醒了民兵队 他们将火车当成掩体 从缝隙间向邪兽倾泻火力 刹那间 不少混合种还未站直身体 便被火网绞杀 可那只巨型邪兽 在吐出邪兽后并没有缩小 而是越胀越大 直到一对獠牙从内部拱出 将蠕虫大嘴整个撕裂 最后一只混合种 才浴血而出 看着他的第一眼 查姆的心便凉了半截 那是一个只在父亲口中 听说过的怪物 粗壮的獠牙和四足两手 无不表明他正是传闻中的地狱巨兽 也是混合种里最难对付的敌人 不仅出现在无东边境的次数 屈指可数 而且寻常火气 根本无法令他停止攻击 巨兽撕开如虫嘴巴后 竖起獠牙 便直直朝猎车直冲过来 查姆下意识地跳向地面 几乎是同时 敌人狠狠撞在车厢上 竟让沉重的车体滑动起来 两个来不及避开的民兵队员 被车厢灌倒在地 并遭车体之间撵过 惨叫都没发出一声 便成了一滩模糊的血肉 而巨兽 也因为獠牙深陷铁皮内 已是难以动弹 其他人纷纷朝目标开火 不过 除了让前者更加狂躁外 毫无用逐 忽然 一个纤细的身影冲入了战场中 那分明是一名人类女子 此警 也让大家不由自主地抬高了枪管 查姆则一眼认出了对方 不禁脱口而出 波山 只见波山不顾众人的警告 一个前越阶翻滚 直接冲进了巨兽的腹部 这让查姆的心顿时悬到了嗓子眼 只要一个不小心 波山就会被怪物踩在脚下 踏成肉匠 波山大概也知道这点 他一边紧紧跟随怪物挣扎的脚步 一边伸手抓住对方 厚重的毛皮 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枯萎 地狱巨兽 也发出了惊心动魄的吼叫 像是得到命令一般的 其余邪兽掉头冲向这只巨大的怪物 其目标显然是下方的女巫 情况一下变得无比危急 一旦让灵活的狼种或猛禽种接近波山 他必定无力招架 而这个距离开枪又很可能误伤到他 众人顿时陷入两难 该死 没别的办法了 查姆咬紧牙关大吼一声 从车厢后冲出 直朝着挣扎的巨兽奔去 局面发生了奇怪的变化 刚才双方还处于追击与被追击的状态 现在已成了看谁能更快赶到巨兽身旁 一只熊种巨兽扭头朝他咬来 他则不闪不闭将长枪向前递出 滚开 开枪的瞬间 枪管几乎顶到了目标脑门上 砰的一声之后 熊种脑袋四分五裂轰然倒下 查姆看也不看 直接越过他的身躯继续狂奔 想要减少误伤的几率 除了拉近距离之外 别无他法 此刻已有变异的苍蝇与野猪 铺至巨兽身边 他们冒着被同类踩扁的风险 张嘴咬向波山 试图把他逼出死角 而波山也知道 谁才是最具威胁的目标 死死地抓住巨兽腹部不放手 任由身体暴露在邪兽的撕咬之下 枯萎的面积很快蔓延过半 查姆也冲到了波山身边 和邪兽近身厮杀在一起 无用手动上膛 大容量弹霞的凡纳式步枪 在这一刻又是尽险无疑 无论是皮操肉厚的野猪 还是狼狮混合种 只要头部吃上一发 基本都是利弊 猛禽种 则直接靠枪托解决 当然他也没少被咬到 为了护住波山 有时候他只能用身体去阻挡敌人的进攻 巨兽终于拔出了他长长的獠牙 但气力也所剩无几 腐坏的力量已经遍布全身 原本看似坚不可摧的毛皮 此时脆如宝纸 甚至无法再承受脏气的重量 他蹒跚两下 轰然向一侧倒去 大量内脏与肠子从最先枯萎的部分喷涌而出 同时散开的还有极为刺鼻的腐臭味道 查姆看到 那些脏气犹如像在下水道里泡过数月一般 早就膨胀发白了 还活着的邪兽健壮一哄而散 似乎彻底被吓破了胆 他忍着浑身剧痛 将失去支撑向后倒下的波山接在怀里 此刻女巫身上惨不忍睹 到处都是血淋淋的伤口 而被野猪啃咬的双脚更是血肉模糊 绽开的皮肉下 身可见骨 第1407集 不坏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查姆抱起波山 一瘸一拐地向火车走去 侠呢 他已经和其他人会合 撤离了 至于我 如果我不来帮忙 你们恐怕都得死在这里 所以 你这是在怪我吗 我只是 觉得我不适合出现在战场上 可别忘了 我可是战斗女巫 你还在玩泥巴的时候 我就已经在为生存而战斗了 都伤成这个模样 还不安把我劈牌一番 果然一点都不可爱 不过得知霞已经离开的消息 查姆忽然安心了许多 大概汉客有好好地去做他交代的事情 这时 两人身后再次传来蠕洞声 查姆回头望去 只见满嘴是血的蠕虫怪物 又开始膨胀起来 见鬼 没完了吗 他缓缓挪到车厢边 让波山放在地上 波山长长喘了口气 没错 趁现在还来得及你赶紧逃命吧 你的那些胆小鬼伙伴 已经逃得一个都不剩了 放我在这儿 好歹还能 喂 你想干什么 查姆盘坐下来 将包里的子弹 一颗颗压入空弹下 这不是明显的事吗 带着你不可能跑过其手 那你就应该把我丢下一个人跑啊 你们以前都是这样的吗 但在第一军里 陛下教导我们要为普通人而战 我可没法丢下身为普通人的你 让你去拖延时间 自己却独自逃脱 波山不由得愣住 大概是没料到 他也有被归为普通人的一天 查姆将所有弹侠摆在身旁 俯身架好长枪 而且我阻挡敌人越久 侠就越安全 所以你就别抱怨了 查姆并没有去责怪民兵 他们本就不是正式军人 主要职责是保护堆场和车站 不遭偷抢盗窃 叫他们去对付地狱恐兽这样的怪物 实在是为难他们 能坚持到现在已经不错了 你 波山似乎再想说些什么 最后还是闭上了嘴 他们来了 查姆瞄准新喷出的邪兽扣下了扳机 枪声清脆地回响在平原上 比起最初史稀薄的许多 冒出屡屡清烟的枪口 始终对准着最有威胁的目标 灵活小巧的邪兽 则完全交给身边人来对付 没有任何交流 却形成了某种奇特的默契 这种信任 竟让他生出了一些 在军队作战时的错觉 他仿佛抵挡了许久 又像是只有短短片刻 由于失血的缘故 视野逐渐变得模糊 手脚也越发迟钝 相反 伤势比他重得多的波山 依旧没有倒下 他将衣服裹在一条手臂上 充当诱饵 另一只手则是致命的武器 像狼种 虎种这类小型邪兽 只要挨着就是飞伤即死 意外的是 查姆没有在波山脸上 找到太多绝望之色 他的神情 全然不像是一个身受重伤之人 高度集中的注意力 果决的动作 与沾满鲜血的眉眼 令波山跟他记忆中的形象 大相径庭 这也让查姆意识到 这才是战斗女巫 应有的模样 波山曾失去 他所擅长的一切 但这一刻 他再次成为了真正的她 新的混合种 从蠕虫体内钻出 让人知道 这就是最后一刻了 波山挪回他的身旁 嘴角竟带着些许野语 可惜了那张戏剧票 你要是死在这里 我也能放心了 至少不用担心 霞被你所骗 果然 这家伙一点都不可爱 是啊 最遗憾的就是你了 最后关头只能和我待在一起 不 事实上 我觉得 尖锐的汽笛声掩盖了 波山的话语 接着 一团团火焰在蠕虫周围炸开 腾起的烟尘与碎石 让邪兽暂时停止了行动 查姆抖软来了精神 他强撑起身体 向敌鸣传来的方向望去 只见 一列黑色的装甲列车 出现在后方地平线上 顶端搭载的炮台正不断闪着火光 那正是在北伐站中驰骋于沃土平原 连接起各个站点的黑河号 激动地摇了摇波山 看到了吧 是黑河号 我们的援军到了 后者却没有给他任何反应 查姆猛地扭过头看去 却看到对方已经闭上双目 软软地滑倒在车厢旁 喂 醒醒 喂 你给我醒醒啊 只是 不管他如何摇晃 波山 都没有再睁开眼 再次见到对方时 已是两天之后 沉睡魔咒的大管家卡蜜拉 看向查姆 这就是他的房间 需要我帮你敲门吗 不 多谢您了 我自己来就好 查姆连忙向对方弯腰行李 这还是他第一次 前往女巫住所进行探望 此处 本不允许外人随意进出 只有受住户邀请者放可入内 他也是抱着适时的心态 没想到 很快得到了同意 那么请注意时间 卡蜜拉点点头 随后转身离开 查姆唱出了一口气 一想到两天前的情景 他便感到颇为尴尬 直到现在 医护人员的训诫 犹在耳边 他没有断气呢 你再这样咬下去 说不定就真的把他给咬死了 真是的 明明是上过战场的人 却不知道强成一口气后 陡然松懈下来 很容易造成脱离晕县 难道铁道兵都不用接受 应急就职培训的吗 只知道他胡小叫 莫非他是你很重要的人不成 查姆连忙甩甩头 将这些恼人的回忆强行驱散 其实知晓波山尚存一息后 他本不必如此着急来看对方 毕竟从外表上来看 此刻实在难以分清 到底是谁探望谁 他的身上到处都缠着绷带 动一动便浑身刺痛 实在有些狼狈不堪 可听归听 他总觉得若不亲自看上一眼 便无法放心下来 想到这里 他伸手敲响了房门 来了 房门应声而开 映入眼中的正式霞 他露出开心的笑容 果然是你 刚刚接到卡米拉大人的通知时 他还没有说出名字 我就猜到是你了 谢谢你救了波山 喂 你搞错了吧 明明是我救了他才对 屋里响起了熟悉的声音 查姆走进房间 一眼便看到坐靠在床头的波山 阳光从窗内照入 映亮了他的半边脸颊 与褐色短发 令查姆惊讶不已的是 对方伤势明明重得多 精神却似乎比他还要好 当然 他同样被绷带包扎得严严实实 连脑袋都不理完 仿佛瞧出了他的疑惑 波山怂怂肩 没什么稀奇的 女巫的身体本来就在各方面 都强于普通人 恢复起来自然也要快得多 所以 你别以为自己能有机会 单独和侠在一起 一肚子安慰之词 瞬间烟消云散 查姆默默翻了个白眼 他算是看出来了 这家伙根本不需要人关心 既然如此 那我就告辞了 你这就走吗 当然 战者不利于养伤 特别是各方面都不如他的我 我得赶紧好起来 然后赶在他面前约你 约你 看戏剧 约我 好啊 等等 这么快就答应了 你休想 我肯定会好得比你更快 那就试试呗 试试就试试 两人大眼瞪小眼 开始了惯例般的争执 霞则带着笑意歪头站在一旁 看上去 像是在为两人劫后重逢而感到高兴 走出房门时 查姆忽然想起了那句被汽笛掩盖的话 回头问了声 对了 你最后昏迷前说的是什么来着 什么也没有 我知道的时候我已经意识模糊 你大概率是记错了 啊 好吧 查姆揉了揉脑袋 关上了房门 随后 侠好奇地开口 他到底在问什么 一句胡言乱语罢了 波山扬起嘴角 偏头影响阳光 这样 也不坏啊 第1408集 融合的王 绝境群山中段赫尔梅斯山区 神造之神所投下的巨大阴影 已经触及到高原边缘 倾泻的生命浮游更是顺着山间流淌 连接起了东西两翼 使得山脉成为了一条壮丽的红线 有了这条补给线 大陆脊柱的军队 就能源源不断地进入四大王国 从而不必再受到任何限制 一切就如同假面所预料的那样 人类的袭扰 虽然一直没有停下来过 但对神造之神的推进 根本束手无策 接下来战争将转为 毫无技巧可言的消耗战 族群本身就占有数量上的优势 何况它的技术 使得总数最庞大 在过去却毫无用处的 列等无魔体 也能成为强大的战争机械 两者相较之下 更是差距悬殊 对手的确有着不凡的技巧 可那并不会缩短 族群间本质的差异 从生育到成熟 前者需要至少十年以上的时间 而列等无魔体只需要短短两年 还不需要麻烦的择偶与交配 随着伤亡不断增加 人类迟早会陷入崩溃 没错 所有的进展都没有偏离它的预料 只有一点除外 我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站在位于神灶之神底部的观察室内 冲着手下怒吼 手下面面相觑 纷纷低下头来 谁也不敢开口 他很少会发出这种明知顾问的质询 因为那仅仅是在发泄情绪浪费时间而已 只有像血腥赠物这样的低能者才会热衷于此 发生了什么事情 几乎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 赫尔梅斯高原上出现了大量邪兽 和他投放的共生体缠斗在一起 这些共生体 本该源源不断地奔赴四大王国 一点点消耗人类的力量 但现在有一部分却被邪兽拖住了脚步 他们在平原上绘成了数道黑巢 从大祸口位置涌入被遗弃的城市 这道关爱或许是人类之前用来抵御邪兽的堡垒 不过此刻却换成了族群 如果只是这样也就罢了 纳索佩勒在邪兽群中看到了天海界的巢 这才是他颇为师太的真正缘由 和人类不同 族群很早便了解到 所谓的邪兽正是天海界的一道分支 类似于族群中的劣等体 每到邪月降临 魔力充盈之际 巢便会释放出大量孢子 顺着海风吹向大地 感染那些普通的野兽 将它们转化成各种稀奇古怪的物种 然后任由他们自行进化 厮杀 这群邪兽战斗力低下 对族群构不成威胁 天海界也只是把他们当成采集精华的浴场 从未指望过把邪兽当作陆地作战的主力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这亦是天海界对大陆控制力低下的表现 他们除开通过这种方式 给族群制造些细小的麻烦以外 再难有其他手段染指大陆腹地 但潮不同 它是天海界的中间 族群不可能轻易放过这样的目标 何况 潮在大海中极为难缠 上了陆地却格外笨拙 没有任何理由出现在沃土平原上 要知道 在过去八百年里 族群从边角之地一点点将曙光镜吞并过半 并在靠海的一侧建立了绵延的防线 就是为了防范天海界的绕后袭击 本就身处大陆内部的邪兽 如今聚集成团可以理解 而潮的出现 便让事情的性质变得截然不同起来 要么是有蠢货玩忽职守 漏过了天海界的动向 要么就是后方出现了严重的变故 手下十有八九也是想到了这层 才不敢轻易接话 联想到之前忽然失去王的联络 纳索佩勒心里涌起了极为烦躁不安的情绪 假面大人 诞生之塔传来讯息 是王在召唤你 一名高阶晋升者突然快步走进观察室 纳索佩勒猛地回过头 什么 你确定那是王吗 从异世界的波动来看 确实是主宰圣座没错 大人 难道有什么问题吗 不 我这就过去 纳索佩勒收敛起情绪 之前与黑石玉失去联系的事情 他和沉默之灾一致认为不宜透露 以免影响士气 部下会有这种反应实属正常 说到底 还是炒打乱了他的步调 登上塔顶 假面集中起精神 回应了那股强烈的波动 他确实来自主宰圣座 只不过和之前有了一些细微的不同 可惜以他的水平 并不能分辨出这份异样 具体来自何处 承蒙您的召唤 我尊敬的王 之前发生什么事了 在没有您指引的日子里 实在让臣惶恐不安 天穷之主目前各式下落不明 好在共生体的表现极为出色 才让西线战士 够了 我知道你有很多想说的 不过那倒不重要 黑石玉已经失手了 纳索佩勒顿时把接下来的表公之词都忘在了脑后 他迟滞了好半场才不敢置信的开口 黑石玉 失手了 虽然未被天海界彻底侵占 但那只是迟早的事情 我们的敌人已经变得和过去完全不同 这使得本就脆弱的防线全面瓦解 增悟之心更是战死在战场上 我已经下达了放弃黑石玉 全面向蜀光镜撤退的命令 请王三思 纳索佩勒急了起来 那可是上亿的大迁徙 哪怕不包括无魔体 也至少有千万之多 在缺乏浮游补给的情况下 有多少人能活着抵达蜀光镜 只怕连一城都不到 而且蜀光镜如今已遭天海界夹击 他必须深入大陆内部 才有机会站稳脚跟 可沃土平原上 哪来那么多据点宫族群补给 真有这番能力 他们也不必去尝试占领塔奇拉了 牺牲不可避免 但这是目前的最优解 生命浮游并不是问题 一旦决定撤离 过去的诞生之塔 都可以通过转驾来获得新生 这一项技术 已经在大陆脊柱上得到了验证 而曙光镜上的坠星城 安列塔 塔奇拉 赫尔梅斯 甚至是人类领地中的神石矿脉 都可以作为新的孵化点使用 可是同时搬运这么多诞生之塔 就算倾尽全组织里 难道你 没错 我已和魔力核心融为一体 令王城 成为新的神造之士 假面不由得打了个寒碳 和死物融合 这意味着 王将永远固定在诞生之塔上 成为和灵魂之母一样的东西 王的这种冰冷的逻辑 简直对他自身也毫不留情 这令纳索佩勒从心底里感到了巨异 大概之前的失联 正是因为王在进行转化而造成的 不过确实如王所说 这样一来所有后勤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以神造之神的力量 一路代替据点来散播浮游 使迁移耗损降到最低 那么最后的麻烦便只剩人类一个了 这个念头刚刚冒出便得到了王的肯定 我族已经没有时间再和人类消耗下去 必须尽快将传承碎片拿到手 才有一线机会去与现在的天海界抗衡 而以不惜一切代价为前提 想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摧毁人类 也只有一个方法了 随后王开口下令 我命令你 西线行动从首批迁移者 抵达卧座平原的那一刻起 转入第二方案 纳索佩勒不由得感到兴奋起来 事实上第二方案正是出自他手 这是没想到竟真有实现的一刻 那必然是一场惊天动地的毁灭 如您所愿我尊敬的王 第1409集 两个身份 陈西灰光城中出现了极为盛大的一幕 在万千群众的注视下 教会游行队举着一列列旗帜 缓缓穿过城门 走在最前列为他们开道的是王家骑士团 这已是许久没有重现过的郑重待遇 而所有人的目光都放在队伍中间一名身着华服 头戴冠冕的女子身上 她正是传闻中的新任教皇 也是将谋逆者击败带领赫尔梅斯重回正轨的关键人物 尽管教会对狼心涌动的侵略 一度令其形象蒙尘 但不可否认 他们依旧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而且最近 这支游行队常常穿行于战争前线 就继逃难者的同时 鼓舞世人与邪魔作战 赢得了不少感激和谢意 这些消息也通过各种渠道传回辉光城内 令民众不禁对这名新教皇充满了好奇 毕竟过去 教皇都是高高在上的存在 哪怕国王想要见他们 都要事先得到许可 愿意亲身赴险 甚至是亲切关心每一个平民的教皇可不多见 而每当那名女子对着大家点头微笑时 总会引起一阵激动的哭声 除开对方的身份外 那极为出众的容颜 也是造成轰动的因素之一 最终 这支队伍停在内城城堡前 教皇翻身下马 一步步登上阶梯 而站在门口迎接他的 正是徽宝之王罗兰温布顿 两人伸出手 简单地交握在一起 尽管绝大部分人是 头一回见到这种新奇的礼节 但都能从中看出那份平等之意 这也变相证明了传言的说辞 新教皇的上尉得到了徽宝的支持 双方的关系已得到重塑 在众人热烈的掌声中 两人并肩走入城堡 抱歉陛下 我失礼了 大门关上后 女子俯下身来 正准备单膝跪地时 被罗兰拉了起来 不 我倒觉得这样挺好的 何况你已不是过去的纯洁城 女巫联盟并不需要 如此繁琐的理解 难道你在圣城待了太久 把这点给忘了 对方正式调去赫尔梅斯 以教皇代行者身份接管圣城 负责安置修女和孤儿 以及防止狂化完外泄的 依莎贝拉 当然 没有 陛下 您刚才说 你没听错 温丽之前提议 将你接纳为联盟的一员 而我同意了她的提议 虽说惩罚是五年 但你在赫尔梅斯干得不错 就当是奖励好了 可是陛下 我 加入女巫联盟后 每月都有固定的 混沌饮料发放 嗯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真是的 你们纯洁者总是喜欢 在莫名其妙的地方坚持 或者说 折磨自己 再说 赎罪并不需要 镣铐和锁链才能实现 如果要一直 为你准备这些东西 我也会觉得很头疼 所以这时候 像其他人那样 对温丽说声谢谢就行 是 我明白了 我知道你过去一直 活在责任与命令之中 不过没关系 总有一天 你会习惯这种 新的生活方式的 这次会见 是一次难得的宣传机会 本应该办得更隆重一点 不过 我已不再想把时间浪费在典礼和宴会上 你应该知道 吴东城遭受了邪兽的攻击 是 说到正事 以沙贝拉的神色顿时认真起来 您找我来 是想了解关于邪兽的情报吗 没错 毕竟过去百年里 赫尔梅斯才是对抗邪兽的主要力量 我想教会一定积累下了不少相关资料 我会把我所知的一切都告诉你 当四天前得知吴东城突然遭到邪兽袭击时 罗兰起初并未太过在意 他在西境经历过多次邪阅 好几年前 人们就已经能用木枪和火器对付他们 更何况是如今的军队 虽说邪阅以外的时捷 出现大量邪兽有些反常 不过 第一军正在多个地区与魔鬼交战 他也无暇顾及这背后的缘由 没想到 事情的发展出乎了他的意料 当晚 他连续收到数封发自北坡山塔台的电报 情况变得急转直下 大量邪兽越过塔奇拉一线 向开拓地发起了进攻 驻防部队也进行了相应抵抗 却没能阻挡住敌人的攻势 如果不是装甲列车及时投入支援 损失会更为惊人 而且报告中提及 有好几个目击者宣称 看到了如幽灵般的怪物 他们行动迅捷悄然无声 几乎难以用肉眼察觉 只有沾上血迹后才会现出身形 这让罗兰意识到 他或许严重低估了邪兽的能力 当伊莎贝拉述说完毕 罗兰发现他的猜测得到了印证 比起赫尔梅斯圣城 挥宝西境的邪月 不过是大海中的一片支流 邪兽的类型远比魔鬼要多得多 有些混合种 甚至也很难在野兽中找到原形 比如拥有奇长无比的身躯 能穿过地表攀上城墙的蛮荒兽 与羊角鸟身 对普通人威胁极大的含豪鸟等等 都是西境不曾见过的怪物 同时 他对这场袭击来得毫无征兆的原因 也有了一个基本头绪 大群邪兽突然出现在开拓地后方 十有八九是蛮荒兽的缘故 但这仍不能解释 为何吴东情况会变得如此严峻 就算后方没有圣城那样巨大的城墙 第一军也都是缺乏经验的新人 可武器上的差距足以弥补这一切 或许一开始人们会陷入混乱 但应急预案启动后 军队应该能快速稳定住局势才对 另外 他注意到依莎贝拉始终没有提及那种 有如幽灵般的怪物 这也让他产生了疑惑 那究竟是全新的敌人 还是领民在混乱下的误报 这时 一名侍从抱着一个纸包走进了房间 陛下 吴东城发来了新的信件 博士电报 是 这是通过空气室运送来的 把它拆开吧 纸包里装着的竟是一叠图片 罗兰将其摊开在桌上 才发现那全是此次袭击者的真实写照 显然 这些图片都是出自索罗亚之手 比起文字报告 后者在情报层面上无疑要精确形象的多 看来哪怕是自身毫无战斗能力 他们也在为保卫自己的家园 而做着力所能及的努力 很快 其中一张怪物尸体的图片引起了罗兰的注意 他似乎是被火车撞死 大半个身体都粘在了铁板上 其外形 无法跟伊莎贝拉所描述的任何一种邪兽联系起来 他将图纸抽出 放在伊莎贝拉面前 这种混合者 你在赫尔梅斯见过吗 他仔细端详了一遍 随后摇了摇头 倒是一直站在罗兰身后的夜莺 突然发出了疑的一声轻呼 第1410集 新的晋升者 怎么 有什么问题吗 罗兰偏过头看向夜莺 后者摊了摊手开口 他看上去和我之前杀过的一些玩意儿有些类似 只是那些怪物比这小得多 也没有如此夸张的外形 等等 你指的是大雪山那次探查 更早的是搜寻冰女巫的时候 就隐形这一点来看 被人当作幽灵 似乎也说得通 这两种怪物的不同点在哪里 你能说得更详细一些吗 让我想想 毕竟那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 我遇到的家伙 最多只有图上这怪物一半高 前爪也是成镰刀状 只是缩水了好几圈 腹部只有用来攀岩的腹足 没有这么多爪子 至于脑袋 对了 当时的爪兽 并没有这么明显的大嘴和力牙 图上的这个更像是一只掠食者 如果不是前爪和隐形 我还真不会把两者联系在一起 当时还以为 他们也是某种混合种邪兽来着 但后来发现 那些怪物属于天海界 罗兰面色不由得凝重了许多 如果说邪兽能造成的威胁有限的话 天海界便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作为神异之战的参与者 他们在人类看不见的地方 将魔鬼压得喘不过气来 实力绝对不容小觑 若天海界的力量出现在西境 这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 可是 整个沃土平原北面 都在第一次神异之战后 被魔鬼侵占 天海界又是如何渗入大陆腹地的 接着 一个惊悚而夸张的想法 隐隐钻进他的脑海 难道 对了 说到邪兽 上次进入雪山遗迹时 第一军也遭到了邪兽攻击 要说是巧合 那未免也太凑巧了一些 该不会邪兽和天海界 本就是一伙的吧 罗兰和一杀北拉顿时 齐齐望向夜莺 后者撇了撇嘴 我就是随口一说而已 你们不必放在心上 总之 这件事恐怕比我预想的还要棘手 无论如何 吴东城是人类工业的核心 绝不允许发生任何闪失 若此次袭击跟天海界有关 不管采用多么慎重的对策 都不为过 依莎北拉 你提供的信息非常有用 先下去休息一会儿吧 之后会让参谋部的负责人 和你联系 然而 依莎北拉并没有离开 陛下 我还有件事情需要向您汇报 什么事 说吧 他从衣衬里 取出一叠稿纸放于桌前 在赫尔梅斯的这段时间里 我也没有停下对神识的实验 您还记得之前 艾格莎得出的结论吗 它并不是因为魔力过于浓郁 而妨碍了能力的发展 而是由于其他因素 我在此基础上反复研究 发现这个因素 很可能和频率有关 频率 依莎贝拉随后将她的发现 解明恶药地叙述了一遍 这个说法 的确参考了您编写的 自然科学理论基础 它或许不太准确 但我实在想不出 更好的形容了 事实上 得出这个结论后没多久 我的魔力便发生了凝聚 叶莺意外地眨了眨眼 观察了一阵才开口 是真的 我之前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那联盟岂不是又多了一名 进化的女巫 恭喜你 突破了自我 这都是因为您给我了这个机会 但坚持研究 却是你自己的选择 能力进化后 你有什么新的感受吗 依莎贝拉递出一只手掌 只见她纤细的中纸上 戴着一枚戒指 而指环中央的菱形宝石 渐渐发出光来 那十有八九是一颗发光魔石 外人兴许会感到惊讶 罗兰却不会 只不过她有些疑惑 这颗石头似乎有哪里不太一样 这石头不是出自魔鬼之手 罗兰随即也反应过来 对于魔鬼而言 魔石是他们晋升与战斗的力量之源 美观从来不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因此大多浑源 而这颗石头有着明显的切割痕迹 和珠宝一样被打磨成了棱形多面体 基本只有人类才会这么做 可人类偏偏没有制造魔石的能力 迄今为止的所有魔石 都来自于战争缴获与遗迹挤挖掘 而切割打磨都会破坏魔石的结构 换句话说 它必定是先加工后转化的 这是我进化后的第一个实验品 它原本来自教会地牢中的一把神法之锁 现在已经无法再进过住任何女巫了 你将神石变成了发光魔石 是 陛下 如果说过去 我只能将神石的波动彻底抹平 现在 则可以将其减入至某一个特定的频率 得到的结果 便是所谓的魔石 但目前只有部分魔石 可以通过这样的方法重现 这恐怕也跟我的理解 不完全正确有关 罗兰结合试验手稿与询问 花了半个多小时 才算大致理解了对方的意思 简单来说 都是经由能力转意后的形容 就连表述都难以实现 在实验中我还发现了一个匪备所思的现象 艾格杀的猜错 很可能没错 神石恐怕并不是死物 第1411集 重返 不是死物 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 矿洞里的神石还会说话 暂时倒还没有这方面的发现 不过我在赫尔梅斯矿脉底部进行测试时 意外地发现了几只 被神石侵蚀的老鼠 他们或许是新圣城塌陷后 从疏密机关上层 流落进洞底的迷路者 没人清楚老鼠究竟是如何被神石捕获的 不过他们的身体 有一部分已经陷入了神石之中 就好像 就好像两者融为一体一样 松枝包裹虫子时 也能视作一个整体 但琥珀仍然算不上是活物 我知道 如果只是如此 我也不会作字断言 问题就在于 老鼠还活着 当我靠近时 他还会向我尖叫 就好像在求我释放他一般 罗兰不禁打了个寒颤 他忽然有些明白 对方为什么会感到害怕了 未知带来恐惧 而依莎贝拉站在了一个 前所未见的领域面前 沉默片刻后 也应故作轻松地询问 会不会是老鼠刚被固定上去不久 我观察了三个月零九天 他们的叫声始终没有停歇 直到第十天时 我用匕首分离了其中一只 结果发现 他的胃力早就空空如也 甚至因为长时间的气勇 而严重萎缩 但他的部分血管却掌入了神石之中 这意味着整整三个月的时间里 为老鼠提供生存所需能量的 是神石 看来我还是想得太简单了点 罗兰不禁苦笑 她之前认为 只有活物才能聚集魔力 是对魔力不够了解而产生的谬传 可依莎贝拉发现的这一证据 无疑将谬传向现实的转变 大大推进了一步 她接着开口 我曾在教会的万物路中见过 一些罕见的植物 能和动物连接在一起 形成奇特的共生关系 虽然不能就这么断定 神石是植物 但至少不是死物 照此思路 魔鬼的一些独特现象 也就更容易理解了 比如会不断生长的方尖碑 以及碑身底部 能看到的巨型怪物等等 他们或许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才构建起如今的群族体系 这么说来 魔鬼确实很喜欢使用石头 可惜我的研究程度尚浅 大部分都只停留在表面猜测阶段 无法给您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不光融合的原因尚未查明 就连魔石转化 也只能制造出诸如发光石 尖叫石这样的低等魔石 你太小看自己的发现了 先不论波动频率 决定效果的猜测是否正确 光是证明女巫可以通过能力 控制魔石这一点 你的名字就足以被载入史册 要说没有遗憾 那绝对是不可能的 如果对方能量产高等魔石 那也意味着 像无限神异这样的强大福音 可以不限量使用 战斗女巫 也能成为战场上一只举足轻重的力量 不过 罗兰同样清楚 对魔力的探索 必然会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 现在 依莎贝拉才刚刚推开门缝 亏见了其中一脚而已 只要她能将实验继续下去 以女巫的平均寿命而言 成果无疑值得期待 依莎贝拉告退后 罗兰立刻摊开纸笔 拟下了一封发往市政厅的电报 报文十分简单 仅仅只有一句话 吴东城不容有失 即日起启动应急预案 进入战争总动员状态 该预案将在粮食能够负担得起的情况下 为前线提供尽可能多的战事 而除开军队扩张外 工业生产也会向军备制造方面倾斜 生活物资则将受到限制 尽管早在神异之战开始之初 他便命令巴罗夫制定了相应的总动员方案 但想要实施它 却并不容易 首先 以行政完整度来说 目前仅有吴东一城能做到政策与人员生产上的适配和调整 在其他城市执行 很容易变成一场强争 令好不容易恢复的秩序再次瘫痪 其次 就算第一军大肆扩充 后勤也不会凭空产生 当靠帆船和牲畜运送补给 在这个时代 想进行一场十万人规模的跨境会战 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情 然而主场在西境的话 行政与后勤的限制都已不复存在 吴东城 既是这场保卫战的最前线 也是人类最后的堡垒 不管付出怎样的代价 他们都不能后退一步 哪怕敌人是天海界也一样 因为人类已退无可退 是谁在那儿 泡在浮游池中的沉默大军 猛地睁开眼睛 望向对面无光的暗处 就在刚才 他听到了一丝细微的响动 如果是正常状态下 他绝不会多此疑问 只要拿起武器斩下 即可知晓结果 如果有出生体或原生体 敢在不经允许的情况下 进入他的休养处 被劈成两半 也是应得的下场 沉默之所以没有立即行动 只因为长柄剑并未放在手边 也只有在养伤时 他才会卸下盔甲和武器 黑暗中一个身影缓缓走出 别动手 是我 他微微一愣 从声音来看 对方正是失联许久的天穷之主 海克索德 沉默猛地从池中站起 将一块白布披在身上 你到底去了哪里 难道真如假面书的那样 你临阵脱逃了 那个急行怪胎 说出什么话来 我都不奇怪 这也是我单独来找你的原因 海克索德缓缓走至池边 这时沉默才注意到 他胸前的盔甲裂开了一个大洞 内部的伤口深可见骨 虽然血已经止住 但伤势还远没到愈合的地步 你受伤了 以天穷之主的能力 临阵脱逃 不可能沦落到如此地步 没想到 我仅有一天狼狈到 需要你来关心 至于我究竟去了哪里 放心 你很快就会知道 不过 在那之前 我必须得让你看一样东西 海克索德吃笑一声 费力地爬进浮游池中 是什么 集中精神 然后保持放松 闭上眼睛 听到如此奇怪的要求 沉默本打算拒绝 但望着对方不容质疑的神情 他猛然意识到了 这分明是进入异世界的准备 在犹豫了下 最终还是闭上了双眼 刹那间 一股难以形容的景象 涌入了沉默的脑海 在光怪陆离的画面中 无名密信 白衣同族 光柱巨塔 无底天坑等场景 依次闪过 最后呈现于眼前的 是在爪的簇拥下 蜂涌而来的 朝群 第1412集 第二方案 这是记忆读取 唯一不同之处在于 他们在主宰圣座中 是向王袒露记忆 而现在却是海克佐德 主动将记忆灌输到他的意识中 沉默之灾许久后 才中断意识连接 记忆难以伪造 也远比述说更为精确 但他同样有不可忽视的缺点 那便是很容易看到 事情之外的片段 敞开的记忆犹如不设防的城池 他没想到 天穷之主竟会选择这样的方式 向他传达信息 你 多余的话不必再说 如果不这样做 你会相信我所经历之事吗 答案毫无疑问是不会 一个离黑史玉不远的小岛 竟然便是魔力之源的现实所在 这种话 别说口头述说了 就算是阅读记忆后 他依然有种深切的不真实感 你能创造自己的意识领域了 沉默换了个话题 海克佐德疑惑地看了他一眼 我以为你会先关注瓦基里斯的下落 不过你猜得没错 如果不是如此 我也没法向你传达记忆 看到光珠之树的那一刻 我对异识界忽然有了更深的理解 若不是天海界的打断 我或许还能更进一步 当然 比起王的圣座 我的领域要小得多 原来如此 我确实很想知道梦魇大军的下落 甚至在看到那张纸条时 我恨不得立即去人类王国找他 但立行告诉我 我必须拒绝你的要求 沉默坐回到池边 背对着天穷之主 拒绝 什么 海克佐德翻过身了 从这个视角看过去 正好能扫到对方光洁的背脊 和一束垂落至池中的蓝色长发 片刻后 沉默缓缓开口 我很少开口 但不代表我不思考 你回来先找我 而非向王汇报这一情况 目的已不言而喻 你想阻止神意之战 或是等到真相水落石出后 再做决定 这无疑违反了王的旨意 其本质和背叛无益 一旦被王知晓 他绝对不会侵扰你 而你势单力薄 需要有人帮你 我 就是你选择求助的帮手 不 我对王绝对忠诚 既然明知神意之战 是一场骗局 我们为何还要掏身其中 束手等待注定灭亡的结局 你觉得王会一意孤行 只要我想办法联系上瓦基里斯 王届时也必然会明白 什么是正确的选择 所以 该死 你都看到了 我并非故意 但记忆没法像言语那样筛选和守略 你从离开无底之境的那一刻起 就知道王不可能同意你的做法 神意之战是骗局 意识界隐藏着更深刻的秘密 这和消灭人类与天海界并不冲突 哪怕纸条上的情报为真 那么只要不合成传承碎片 升格就不会开始 他们完全有大量的时间去破解这个秘密 无论如何 有关神意的一切都应该握在自己手中 留着竞争对手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 的确 消灭人类有可能使得梦魇彻底消失在异世界 但相比整个族群 一名大军可以说微不足道 即使对方是瓦吉里斯 也一样 王不会让感情影响他的判断 他行事的唯一准则只有冰冷的逻辑 一旦停下战争的脚步 人类的发展速度很可能会让族群的优势消失殆尽 这也是厄斯鲁克再三强调的事情 王绝不会冒这个险 海克佐德一定会对此心知肚明 沉默轻叹了口气 如果是平时 我一定会把你消到不能逃跑 再将你交给王审判 不过看在这一切 都是你因为想救出瓦吉里斯的份上 我可以当作不知道 既然你明白 那不更应该行动起来吗 还是说你对瓦吉里斯的尊重 都是装出来的 比起他本人 你更希望看到一副空空如也的 海克佐德施眼望向浮游池另一段梦魇的躯体 沉默一拳砸在浮游池上 令十字基座出现了几缕裂纹 也让天穷之主及时闭上了嘴 首先 你的一切推断 都建立在一张不知来自何方的纸条上 那固然是瓦吉里斯的手笔 但也仅仅如此 可他预照了无底之境的存在 他还说神造之神并不安全 可人类根本无法阻挡我们的步伐 为了这么一张纸条 就让我公然违背王的意志 事实上 我愿意当作从未听过 就已经冒了相应的风险 换作是你的话 恐怕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吧 那并不是我的意思 我们大可以放缓公事暗中调查 只要瞒住假面就行 这也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你回来得太晚了 王已经传来了新的命令 西县战士有假面负责 执行第二号方案 你不再是西县军的负责人 或者说 不会有什么西县军了 怎么会 海克左斗哗的一下从浮游池站起 接着一脸痛苦的捂住了胸口 应该感受到了吧 异世界泛起的涟漪事实上 比内海严重得多 不只是憎恶之心战死 黑石域的防线也宣告瓦解 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 王与核心融合 令王城成为了新的神造之神 如今 整个族群都将迁往这片仅存之地 你的设想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 想要争取时间 就必须违逆他的指令 这和公然与王对抗没有任何区别 所以我无法答应你 海克左斗发现 情况完全超出了他的掌控 大军陨落虽然罕有 但战争上发生什么意外都不奇怪 只是他万万没了到局势怎么就突然恶化到这种程度了 难道那些认的异变并不是特殊见效 他自然清楚第二号方案是什么 甲面在研究神造之神时 就提到过一种疯狂的作战手段 在不考虑代价的情况下 将核心与神石矿脉压榨至极限 可以令浮空陆地上升到相当惊人的高度 这种时候 巨大的重量足以让它变成一件致命的武器 当神造之神从高空坠落地面的那一刻 只有天罚可以与之相比 虽然海克佐德不太清楚那究竟有多么可怕 不过按甲面的说法 大地会随之崩裂 扬起的烟尘遮天蔽日 甚至能蔓延到千里之外 岩浆也将从缝隙中肆意喷发 使得整个陆地变为一片活活深渊 以此攻击便消耗一座宝贵的神造之神 海克佐德原以为该方案 根本不可能有实现的一天 没想到王静会同意这个做法 如此一来 他的想法确实已成为空谈 凭他一人站出来违抗王 族群或许前路未捕 他的命运却必然是注定的 除了被其他大军合力追杀以外 不会有第二种可能 也许你说的没错 我考虑的确实不太周到 差点犯下大错 既然已转入第二号方案 我也该返回天穷城 不知后续的 又一道猎系出现在池壁上 天穷之主压抑地愣住 难道你打算放弃瓦吉里斯吗 此时 沉默终于转过身来 他俯视而下的眼睛如同寒冰般凌冽 仿佛只要是说出一个试字 他就要让海克佐德血剑当场一般 我 海克佐德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就也不行 不就也不行 还讲不讲道理了 他忽然有些理解假面的心情了 我拒绝你的要求 不代表我要放弃救他 那方方是 我不知道 正因为我不知道 所以这点需要由你来想 但不管如何 你别指望现在还能抽身而退 沉默的语气不容质疑 接着 他稍稍收敛了话语中的寒意 闭眼低声说了句 特别是在给了我希望之后 第1413集 试探 当心 他没有冲上来了 随着鱼丸的大声警告 不到百人构成的临时防线上 突然爆发出了密集的枪声 在火力的传射下 那些灵活的小型奇兽 也不得不放慢步伐 在飞溅的碎石与烟尘中 缓慢爬行 而两门75毫米野战炮 等待的就是这一刻 在1000米内平射的情况下 他的准头高得惊人 威力也远强于反魔鬼流弹 看成这些顽固石头怪的克星 很快 爬在最前面的小型奇兽便被炮弹击中 半边身体直接炸裂开来 一条腿甚至落到了百米之外 损失几只奇兽后 剩下的魔鬼向后退去 重新引入红雾之中 但所有人都知道 这不过是短暂的平静 他们随时都会卷土重来 从各个方向上 这一幕不光发生在晨曦北部 从狼心的肯托山到 徽宝的寒风岭 每时每刻都有许多场 相似的战斗在同时进行 唯一的区别 只在于规模 因此 第一军也采取了相应的对策 大股敌人用大股部队去对付 少量侵入者则交给少数人 于婉所率领的队伍 正是这样一支 田漏捕缺的阻击小队 他们以城市为依托 拦截那些试图越过 警戒线的魔鬼 确保人类在红雾区 站稳脚跟 哪怕于婉只是一名小小的军官 也知道自身的任务 跟全局战略息息相关 根据上头的计算 要不了几个月时间 从赫尔梅斯扩散的 红雾就足以覆盖灰光城 因此 在红雾中作战是今后的趋势 他们必须提前适应 缺乏女巫支援的战场 并保持住 陈希王国的正常运转 不得不说 这样的战斗十分被动 毕竟谁也不知道 他们会从什么方向 以什么方式进入警戒圈 而想要设立一条 沿四大王国北部边境蔓延的固定防线 又是不可能之事 无论人手还是后勤 都远远不够 因此 上面的方案也颇有些无奈之意 幸运的是 士兵们手中的武器到越来越精良 哪怕只有数十个人 也能在短时间内爆发出不俗的火力 例如 他这支小队 就拥有三四艇通用机枪 十匹马 以及两门野战炮 只要不碰上高阶魔鬼 基本都能打完后全身而退 归根到底 这种近乎僵持的局面 都是由于第一军队 浮空陆地无可奈何造成的 正因为即使攻入赫尔梅斯高原 也无法摧毁那座移动要塞 大家才只能以手为主 目前唯一能主动威胁到魔鬼的 仅有长公主殿下统领的 那支空骑士队伍 这时 有人开始闲聊 早知道 当时就该报名参加空骑士学院了 得了吧 那边的要求高得不得了 你以为都像我们这样 简单视讯一下就能通过 其实能加入第一军就已经很不错了 我表弟想进还进不来呢 但那边有提力殿下呀 这句话 引起了片刻的沉默 就连鱼丸脑海中都不由自主地 浮现出了铁府大人 和提力殿下的模样 如此对比的结果 不言而喻 都给我闭嘴 空骑士确实能和魔鬼一较高下 但能保护民众的只有我们 敌人或许等下还会再来 注意观察哨兵的信号 他将这种莫名疏了的杂念 驱逐出脑海 没好气地呵斥着 大概也意识到两者毫无可比性 大伙纷纷转移了话题 随后 汉森提枪走了过来 队长 刚才我的手下报告 西面有一处陡坡式也不错 既可以监控敌人的动向 敌人也不容易爬上坡顶 只要架上一艇机枪 就能压住那些石头爬虫 总算队伍里还有可靠的人 于婉向对方所指的方向望了眼 很快做出了判断 我带五个人上去 正面防线就交给你 什么时候撤退 什么时候能打 我想你应该清楚 你要亲自去 这地方我们是第一次来 只有我自己看着才放心 侧翼往往比正面更重要 何况他很清楚副队长的性格 拥有一手好枪法的汉森 不乏沉稳与谨慎 足以把控住防线 我明白了 汉森行军礼 表示领命 于婉点点头 很快挑出 汉那名侦察者在内的五名士兵 一路向山坡顶端爬去 这片隆起来的区域 颇有几分望北坡的样子 一头平缓上升 随后戛然而止 形成了一个 二三十米高差的断面 坡顶树木茂密 十分适合隐藏行踪 唯一的缺点 则是雾气也十分浓密 沉淀至此的红雾 难以流动 以至于树林内的视线不佳 虽然不影响他们向外观察 但被湿润的红雾包围 并不是什么好的体验 于婉找了个适合射击的位置 放下机枪 点个火堆 驱散雾气 顺便把周围排查干净 这地方确实不错 前途的坡顶 简直是个天然的压制点 趁着敌人尚未发起新的攻击 他打算把该点标记到地图上 说不定以后还用得着 不过队友散去后许久 于婉也没听到预想中噼里啪啦的燃烧声 怎么回事 收集一把柴火 又不了这么长时间吧 他皱眉喊了两声 然而林子里静悄悄的 连一丝回响都没有 于婉瞬间警觉起来 就算有敌人 队友也不至于一枪都开不出来 何况无论是汉森的手下 还是他们六人一路上来时 都没有发现任何敌人的踪迹 这突如其来的寂静 未免也太诡异了点 就在这时 他忽然听到右边传来了极其轻微的咔嚓声 仿佛有什么东西轻轻踩过草地 于婉猛地转过身去 同时端起机枪 只见一道暗影闪过他的面前 冰冷的寒光 甚至让他的脸颊感到一丝刺痛 手中陡然一清 机枪被一分为二落在了地上 他眼前出现了一名身形极为高挑的女子 对方肌肤湛蓝赤着双脚 身着极为轻薄的单衣 除了手中的长柄剑外 再无任何金属之物 恐怕这也是他能够在行进间悄无声息的原因 完了 于婉脑袋中只闪过这样一个念头 人形是高阶魔鬼的特征 按照上头的宣传册 越像人的魔鬼实力越强 对方除了身高与皮肤外 在五官特征上几乎看不出任何区别 其能力可想而知 意外的是 即将死去的时候 他并没有感到害怕 心里唯一所想的事情 居然是如何才能让队友知晓 有高阶魔鬼潜入了这片区域 然而 那柄剑 并没有劈在他的身上 对方从怀里摸出一张纸片 丢到他的面前 把他带回去 交到女巫三席手中 语调古怪 说的也不流畅 但那确实是人类的语言 玉丸悄悄摸向腰间的手枪 我不知道你说的女巫三席是指谁 而且 我绝不会为敌人 用 你的同伴就不死 三席纪统领 你带回去 自然会有人吃到 随后 一道紫色的魔力之门 出现在他的身后 他缓缓倒退入门中 很快和门一起 消失得无影无踪 第1414集 瓦吉里斯的推测 这是 做梦吗 鱼丸眨眨了眨眼 高尖魔鬼不仅没有杀掉他 反而还要和女巫统领联系 不过 面前的纸片和断裂的枪身告诉他 这并不是一场幻觉 他探身捡起那张纸片 后者没有包裹任何封皮 也未戳上蜡印 上面的内容直接展露无遗 尽管他知道不应该去看 但他还是忍不住瞄了两眼 无底之镜 神造之神 完全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这让鱼丸反倒松了口气 只是单从文字来看 恐怕没人能想到 这封信 竟是出自魔鬼之手 对了 其他人 福克 卡丁 他忽然意识到 现在并不是琢磨信件本身的时候 他还有好几个队友 下落不明来着 鱼丸一边大喊 一边跌跌撞撞地向林中走去 初见高阶魔鬼时还不觉得 而当危机解除 他忽然发现 他的双腿酸软得厉害 只有抓着树干 才能站稳身子 片刻之后 临间传来了队友 虚弱的回应声 队长 队长 是你们队长 是你们队长 一番搜寻下来 出发的小队一共找回四人 剩下的两人不见踪影 就如同消失了一样 纸条很快被转交到了 上级军官手中 仅仅三天后 于婉便接到了命令 要求前往辉光城 面见罗兰笔下 而负责转运的 居然是海鸥号 他隐隐觉得 这件事 恐怕远不止一封信 那么简单了 结束询问后 罗兰看向夜莺 结果如何 都是真话 你的士兵并没有撒谎 是吗 老实说 罗兰也认为 这不大可能是 前线士兵编造出来的故事 只是情况极为特殊 慎重点总没错 毕竟此事在他看来 也显得十分诡异 和匪夷所思了 那么接下来 我将进入梦境 有劳你照看了 你不说我也会的 你又要去见 那个魔鬼了 夜莺转身 拉上窗帘 书房里的光线 顿时暗淡下来 作为时常守在 罗兰身边的女巫 很难有秘密 能瞒过夜莺 她也是唯一 指导那封密信 真正出自水手的人 即使不主动提及 只要听多了 她和古女巫之间的交谈 自然会明白 当然 罗兰亦没有 刻意隐瞒的想法 她之所以不透露 给更多的人 主要是避免 无谓的担心 特别是安娜 毫无疑问 之前的信件已经失效 海克佐德又回来了 而且战场上 还出现了另一个 强大的高级魔鬼 你也看到了 如果这两人联手 会给第一军 造成多大的麻烦 我必须在此之前 弄清楚他们的意图 而在这点上 无论是塔奇拉女巫 还是伊蒂斯 都提供不了 多大的帮助 如今可以说 是一个多事之秋 吴东城正在遭受攻击 危机还远未解除 现在又发生了 这样不得不 优先处理的事情 话虽如此 但对方总归是魔鬼 不要轻易相信她的话 还有 多带上几名神发女巫 特别是灵 说来你可能不信 我在梦境里特别能打 不过放心吧 我会多带上几个人的 罗兰望了眼 仿佛隐没在黑暗中的女子 缓缓躺在了软榻上 快去快回 待会儿见 罗兰闭上眼睛 令睡意将她吞没 半个小时后 罗兰在强威咖啡馆 见到了如约而来的瓦吉里斯 并将鱼丸遭遇的情况 完整地讲述了一遍 对方一边搅拌着咖啡 一边沉思许久才开口 原来如此 他们在找我 不知是不是种错觉 罗兰觉得瓦吉里斯的动作 越来越像一个人类了 他们 你知道另一个人的身份了 塞罗刹西 也就是我之前提到过的 沉默之灾 不过他很少脱下 那层厚重的盔甲 所以你把他当成的 其他高阶晋升者 也不奇怪 罗兰一时哑然 沉默之灾 这个名号他当然知道 早在神造之神 进入绝境群山时 希尔维便注意到了 这只大军级魔鬼 他也通过前线 所收集的多项情报 向瓦吉里斯 确认了对方的身份 魔鬼一族中 少有的夏丽塔 天赋极佳的狂魔战士 亦是传承碎片的 前任看守者 甚至在碎片的引导下 他还曾和对方 有过近距离的接触 没错 那名高座 在黑石王座上的盔甲敌人 正是沉默大军 只是 他压根没料想到 对方隐藏在盔甲后的真容 竟然是这副模样 他将心底的惊讶 压下后 缓缓开口 你确定他们在找你 可这封信 却是要交给你 吴三喜 信上的内容十分简单 几乎和梦魇递出去的一样 只不过 把魔鬼文字 换成了人类文字而已 这也是让他难以理解的地方 即使女巫统领知道了此事 对他们又有什么意义 瓦杰里斯放下了勺子 稳稳喝了口咖啡 你不理解很正常 因为你不是我们 其实只要换个角度 就能猜到他们的意思 首先 我是因为寻找人类升格的 缘由而失踪 如果还活着 那么一定依托于 某个人的意识领域 才可以生存 否则在意识海的冲击下 不可能将自我保持到现在 更别提向外传递消息了 而最有可能接触异世界的是女巫 当然还有你 不过考虑到我仍能传出消息 所以是女巫的几率更高 海克佐德 推测我有可能说服了某位女巫 与其达成了共识 才有第一张纸条的出现 倘若我说服的是你 那么直接率领人类投降就好了 完全不必如此大费周章 你其实想说的是控制才对吧 不用在意这种细节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说服比控制形成的关系更坚固 因为后者是单方面行为 前者是双方共同的理念所致 罗兰忽然想起了 艾格莎曾说过的话 在第一次神异之战期间 有一些人类成为了魔鬼的信徒 那摇摇头将思路挪回正轨 可即使如此 他们也根本无从知晓 你究竟依托于哪个女巫的意识里面而存在 的确 不过想把一张纸条从辉宝送到狼心 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特别是在战争期间 有能力办到的 必然不会是什么无名之辈 它应该在人类王国有一定的影响力 或者消息十分灵通 那么把信交给女巫统领 就成了最取巧的选择 这事必然会引起高层重视 从而被寄信者得知 另外 你不觉得这封信过于简陋吗 正因为连封皮都没有 所以一路上会被多个人窥见其中的内容 如此一来 即使三席决定隐藏真相 那被我说服的女巫 也能通过别的渠道了解信上究竟写了什么 而她一旦知道 我也会很快知晓 罗兰顿时恍然 原来信件本身并不是重点 送信这个行为 才是天穷和沉默放出的信号 相比信上的内容 高阶魔鬼首次向人类发出讯息一事 很难彻底隐瞒 她相信 这几天时间里 于婉的遭遇肯定已经在 陈西北部的部队中流传开来 我承认这么做需要一定的运气 但不得不说 这已是他们所能想到的最好的选择 同样 他们的运气也不算太差 瓦吉里斯伸出手指了指罗兰 接着又指向她自己 你看 现在我不是知道了吗 接你这么一说 我倒是能理解了 罗兰微微前倾 深吸了一口气 她知道 下一个问题 才是重点 你觉得 他们如今找你的目的是什么 第1415集 闭上眼睛 老实说 我不知道 这和我预想的顺序不太一样 你在意的 也正是这点 对吧 罗兰默认了瓦吉里斯的说法 她已经发现 梦魇对人心有着难以形容的洞察力 哪怕在武道家协会中 瓦吉里斯如今也颇受欢迎 可以说过的是风生水起 在这样的人面前 假装迷糊 并没有太多用处 直来直往 才是最有效的交涉方式 照对方之前的判断 神造之神的出现 意味着天穷之主 已经下定了决心 他既然向王开了口 就基本断绝了拉拢的可能性 除非摧毁这座孵陆地 否则他绝不可能回头 对方仿佛看出了他心底的怀疑 按道理 生性多疑的海克佐德 会一直暗中关注前线的状况 在你展现出足够的实力前 他都不可能采取行动 如今他一反常态 还和赛罗差息达成了某种共识 你心生警惕也不奇怪 但是 但是什么 如果情况变了呢 世事无常 不管再怎么恰当地决定 脱离了相应条件 会变得毫无意义 我只能这么猜测 或许是其他因素 使得海克佐德 改变了自己的初衷 可你并不知道 那具体是什么 没错 连你都无从得知 我更不可能知晓 如果不问一问 在这儿也猜不出什么东西来 所以你又要写信了 这的确是一种方法 不过从怀疑到接触 时间恐怕会相当漫长 而此刻的条件也会发生变化 这些不确定因素 都将带来不确定的风险 你是在诱导我吗 决定权始终在你手中 罗兰并没有立刻回答 他耸了耸肩 换了一个话题 对了 你为何只谈论海克佐德 而几乎不去提及沉默之灾 难道他就不可能是 其他因素的一部分吗 瓦吉里斯眼神中 忽然出现了一丝感叹 他偏头望向窗外 因为我了解他 说服海克佐德需要大量理由 但说服他不需要 只要他知道我还活着 就一定不会袖手旁观 神灶之神 浮游池底部 沉默盯着池中闭目养神的 天穷之主开口 这么做真的有用吗 也许有 也许没有 不过既然你想不出 更好的办法 那就只能先碰碰运气 海克佐德深知 要让对方坚定不移地 站到他这一边 就必须先解决 沉默提出的那两点 拒绝理由 王下令执行第二号方案 他无力扭转 也不敢公然站出来 质疑王的策略 那么唯一的突破口 便在瓦吉里斯的信件上 一张纸条和寥寥术语 太过草率 那么更多的话语和信息呢 若能成功和梦魇大军联系上 沉默之灾 必将成为他手中 最有力的一张牌 为了这个计划 海克佐德不仅让德里干将 西亚西斯 亲自监视 陈西北部的传信点 还派遣出两只贵族 分别赶往赫尔梅斯山脚 与涌东边境 就是不希望错过任何可能的回复 这种大海捞鱼般的不确定做法 为本就需要运气的计划 增添了更多不确定性 但海克佐德别无选择 他既不能暴露那名女巫的存在 以免瓦吉里斯失去衣付 彻底迷失在意识界 又不能提前约定等待回信的地点 给人类布下伏击的机会 但最终结果如何 他心里一点点都没有 毕竟消息传递需要时间 而王屈家的第二座神灶之神 正在日以继夜地驶向沃土平原 第二号方案一旦启动 就再也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 另外 比起关心这个 你不如多注意一下假面 假面怎么了 我不知道 只是觉得他的反应有些奇怪 海克佐德摇摇头 他既然回到了这里 就不可能一直瞒着对方 但已接管了西县军的假面 似乎对他长时间的消失毫不在意 也没有建议他主动向王汇报 放在过去 这种能明面上压过他一头的机会 对方不应该放过才是 就在这时 西亚西斯忽然快步走进了石窟 天穷之主大人 人类方面有动静了 这么快 你观察到了什么 海克佐德 并没有把他的想法透露给除沉默之外的第三者 哪怕是西亚西斯也不例外 因此 交代给手下的命令便是任何反常动向都必须向他汇报 一名雄性在您要求重点监视的山坡上竖起了一面旗帜 而他的身边没有任何同类 竖起却不进行占领 这本身便极为反常 海克佐德不禁和沉默之在对视了一眼 从发出消息到如今也不过五六天的时间 和他预计的半个月以上 差得也太大了点 这只能证明一件事情 那名女巫不仅身处高位 而且已接近权力顶端 否则不会有如此高效的反应 眼卫有什么发现吗 虽然浮游区域内女巫无法涉足 但为了以防万一 他依然为西亚西斯配备了共生体眼卫 上次那名金发女巫突然现身后的远距离一击 仍令天穷之主心有余悸 感应到基本全是无魔雄性 应该是人类方面的例行侦查 暂未发现魔力观察者的存在 大人 您到底在地方些什么 等这一切有了结果 我会告诉你的 等西亚西斯离开后 海克佐德看向沉默之灾 你要去吗 这还用问吗 后者已经将头盔戴在了头上 穿过扭曲之门 沉默缓步走向旗帜下的那名士兵 这次他并没有刻意隐藏身形 对方也很快注意到了身后的动静 转过身来 沉默认出了这名雄性 他便是上一次被交付信件之人 这无疑是一场极为不寻常的见面 人类没有尖叫逃窜或是敌死反击 而是静静等着他的靠近 尽管他的呼吸明显有些紊乱 但一步都没有后退 直到两人面对面 对方才开口 信我送到了 我的头慢呢 他们还活着 回去我就释放他们 对方点点头 从怀里摸出一张新的纸条 逼到他面前 沉默之灾的瞳孔猛然收紧起来 上面依旧是族群的文字 并且有着明显的梦魇风格 不过内容却格外简短 仅仅只有一句话 集中精神 然后闭上眼睛 第1416集 交汇 在这里 进入异世界 沉默之灾大为亚裔 他不是海克佐德 离开诞生之塔的范围后 很难独立建立起 与异世界的联系 就算能短暂地碰触魔力之源 也不可能在茫茫暗流中 找到瓦基里斯才对 那么 为什么梦魇大军会传递出这个消息 他环顾四周 整个坡顶静悄悄的 眼卫没有发出任何警告 就连唯一站在他面前的士兵 双手也是空空如也 连他们引以为傲的火器 都没有携带 那么稍稍试试就好 如果没法成功 再找海克佐德商量也不迟 想到这里 沉默之灾缓缓闭上双眼 尝试着感应那道极其细微的波动 也就在这一刻 一股极为强大的力量包裹了他 他惊讶地想要挣脱而出 但根本无能为力 原本有如泥潭 寸步难行的两界隔阂 变得如同泡沫般轻盈 几乎不费吹灰之力 他便连接上了一世界 即使闭着眼睛 他也能感受到周围那 汹涌澎湃的魔力 这是沉默从未有过的体验 哪怕一边仅靠诞生之塔 一边冥想都不会有这样的效果 他的心底甚至生出了 他正在迎来新一次晋升的错觉 所有感受都不过是瞬间之事 他还来不及产生更多想法 一切便已宣告平静 但那又不是真正的平静 沉默感到正前方有轻微的嗡嗡声传来 同时伴随的还有栩栩暖风 风十分干燥 而且平和稳定 几乎没有大小的变化 他竟无法在他数百年的记忆里 找到任何一种与之相应的情景 沉默缓缓睁开眼睛 发现他正处于一间狭小的房屋中 屋子采光虽然很差 但却并不昏暗 头顶巨大的发光磨石 正散发出明亮的白光 将室内整个角落都照得十分亮堂 发出声音和暖风的 正是墙面上的一个古怪玩意儿 它既非木头也非金属 材质似乎介乎于两者之间 而风口处的一条条纹里 却细腻的惊人 这里是衣食皆忙 为何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东西 他就是在找你的人 身后忽然响起一个陌生的声音 沉默只在猛地摸向腰间的长柄剑 同时回转过身来 好久不见了 赛罗叉西 赛罗叉西愣在原地 那并不是他相隔许久的重逢 在浮游池中他每天都会看到对方 但这一刻他才真正明白到两者的差异 那微微扬起的嘴角 生动活现的眼光 以及熟悉无比的声音 每一点细节都在他心中 掀起难以言语的波澜 瓦基里斯大人 这教父还真是令人怀念啊 不过如今你已是大君 和我处于同一层次上 就不必再用过去的尊称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赛罗叉西突然打住 因为他看到梦魇身边的那名雄性 在神明之境中 正是这个危险的人类一脸冷漠地 向他发起攻击 原来是这家伙敲击了你吗 你觉得像吗 沉默地手握在剑柄上 却一时难以将他拔出来 确实 两人不仅一同出现 看彼此的态度也不像是敌对的意思 难道 他就是被梦魇说服的人 罗兰探了探手 欢迎来到梦境世界 先简单介绍一下吧 我就是徽宝之王 也是女巫联盟的领导者 罗兰温不顿 你会说我族的语言 再听听 这时他才惊觉 那既不是人类王国所通用的语言 也不是族群之语 而是一种极为古怪的话语 可他偏偏却能理解其意思 换而言之 无论三人说的是哪种语言 都能互相听明白 你可以当作是意识交流 总之 这都是细致末尽 老实说 想要促成这样一次见面并不容易 所以 我们应该尽可能抓紧时间 把精力用在急需解决的问题上 来 让我们坐下来 边吃边谈 边吃边谈 愚蠢 难道他根本不知道 适合对高阶竞生者来说 根本就是一件毫无必要的事情 我基里斯一定忍耐了他很久 然而沉默却看到 梦魇大军欣然坐到桌旁 端起了面前精致的慈悲 他有些茫然地跟着坐下来 接着 罗兰直入正题 尽管时间紧迫 但如果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 接下来的一切都是无从谈起 而短时间内要你相信我 只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瓦基里斯会负责解答你的疑问 如此最好 我也正好有许多想要向他询问的问题 随后 梦魇将自己如何进入梦境 以及在这边的所见所闻 都简单讲述了一遍 期间也没少提到西线战事的情况 沉默总算知道了 他迷失一时海后的大致经历 但那也仅仅是知道而已 因为一切都太过匪夷所思 他实在很难理解 完全没有魔力的人类雄性 为何也会获得一世界的青睐 所以 这就是人类新传承的由来 你可以这么理解 但我更喜欢把它当作一个完整的世界 一个和我们一样 正面临神明威胁 危在旦夕的世界 沉默不愿意相信任何人类 可有些事情 不由得他不相信 比如 这个被称为梦境的意识领域 从窗户向外望去 便会发现他大的惊人 居然无法一眼望到尽头 先不说神明是否真的要毁灭这里 但就其范围来看 远远凌驾于王的主宰圣座之上 还有那些说不上名字的摆设器具 它们都有着一个一致的特点 那便是精妙的不可思议 能把大量精力用在这种生活物品上 足见其底层蕴含的力量有多么惊人 若人类借助的是这份力量 第三次神异之战中展现出来的巨大变化 也不显奇怪了 当然最重要的是瓦吉里斯 瓦吉里斯的眼界和思路都远胜沉默 如果没有当场提出异议 本身就充满了说服力 不过一时间 要塞罗刹西将这些海量信息全部吸收 实在太困难了点 罗兰见他久久不开口 主动询问 对了 我想知道是什么让海客佐的决定 直接联络瓦吉里斯 而不是再继续等待下去 这并不符合他的风格 沉默先是望了瓦吉里斯一眼 在对方点头后 才将原由说了出来 天穷之主在曙光镜北端 证实了无底之镜真实存在 并没有令罗兰觉得意外 他早就从穷那里得知了该消息 现在想来 海客佐德会去验证这一内容 也属长情 但第二个消息就完全不同了 连瓦吉里斯也露出了震惊之色 你是说 黑石玉已经被天海界侵入 那不是族群主力防守的阵线吗 王确实是这么说的 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 但从甲面那里打听到的消息 敌人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惊化 第1417集 去留 能说得更详细一点吗 没什么好多说的 你们对天海界所知甚少 就算说了也听不懂 沉默之灾显然对人类之王颇为低法 但罗兰并没有在意他的语气 而是认真地将爬上陆地的骨架怪物 描述了一遍 以前的确是这样 可现在不同了 辉宝西境正在遭受携车的进攻 而其中就有天海界的身影 这还是我们第一次在大海以外的地方观察到的 告诉他想知道的信息吧 不管怎样 总比让人类的传承碎片落到天海界手中要好 既然你这么说了 那听好了 人类你看到的这种东西叫做潮母 它们也是天海界扩大地盘的核心 潮母本身战斗力不强 但它能控制许多手下为其作战 就像大脑 可以这么形容 但下次不要打断我的话 这种生物比你想象的还要古老 也许在这个世界诞生之初 它们就已存在 不过漫长的时间对它们的影响甚微 其形状和能力的变化都十分稳定 经过一番解释 罗兰总算明白了天海界一反常态的缘故 根据魔鬼的说法 它们也会进化 不过和通常意义上的能力进化不同 天海界的每一次改变都会波及全足 例如潮就是潮 潤就是潤 个体之间并不会出现显著差异 而不像人类与魔鬼 每一个个体都相对独立 大概正因为这个原因 它们的进化十分缓慢 大概每隔数百年 才会察觉到些许不同 可最近的大变异证明 这个想法错得十分彻底 没人知道天海界在几个月的时间里 发生了多少次进化 唯一能确定的 便是它们的实力有了惊人的增长 例如任兽 之前不过是潮母用来捕食的帮手 只要被锁定位置 就连狂魔都能撕碎它们 但现在 它们不仅体型增长了数倍 力量 耐力和反应速度 都有了极大提升 充盈着魔力的连爪 甚至已能威胁到高阶魔鬼 即使正面对抗的情况下 高阶晋升者 依然能轻易杀死一只忍兽 问题却在于 天海界的进化是普遍性的 这就好比 当有女巫觉醒为超凡之上时 其他女巫也会一同变为超凡之上一样 只要树木足够多 量变就很容易带来质变 魔鬼原本勉强维持的防线 再也无力抵抗天海界的侵蚀 数不清的敌人从大海中爬出 如浪潮般拍向战场 王不得不做出了放弃黑石玉的决定 这对罗兰来说 绝不是一个好消息 如果魔鬼真的已无力在维持其领地 那么人类将接下这份新的压力 西境开拓地遭到冲击 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沉默看向罗兰再次开口 人类 我建议你们立刻转移传承碎片 以你们如今的实力 很难正面抗衡天海界的大军 瓦基里斯说的没错 被天海界夺得碎片 是我们绝对不可接受的一件事情 我也没打算把碎片让给他们 另外 你们不觉得这个进化时间确实有些凑巧吗 哦 说来听听 黑石玉一直在和天海界交手 所以对进化时间的判断 应该不会偏差到哪里去 而三四个月前 也差不多是神使伏击杰罗的时刻 你怀疑天海界大幅度进化跟神秘有关 只是猜测而已 不过有一点我很在意 你们曾与天海界对话过吗 瓦基里斯的神情渐渐凝重起来 我想没有吧 但其他神秘之战的参与者 相互间几乎都有过交流 人类和魔鬼就不用说了 云霄学派时期甚至在一起共处过 而已经覆灭的弟弟文明 也曾在灭亡前联系过女巫联合会 这才有了之后的神伐军计划 他相信对方的体验应该也相差无几 这一点从梦魇的表情便可看出 唯独天海界是个例外 历史中没有留下任何关于他们的文献 若说人类甚少涉足大海深处的话 就连魔鬼也没有这方面的经历 就十分古怪了 毕竟交流是文明的共性 哪怕彼此互为死敌 如今看来 他竟像是一个游离于三族之外的沉默者 按照这个思路想下去 天海界进化的背后缘由 就有些让人不寒而栗了 你打算接下来怎么办 在一切无法挽回之前 去往无底之间 我希望你们能停下所有进攻 把力量用在对付天海界上 这不可能 先不说神明和神异骗局 只是你的一面之词 现在的西县军统帅 已是假面 而且共生体也由他一手控制 何况 何况什么 赛罗刹西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尖默了片刻 我想要和瓦吉里斯单独谈谈 好吧 但别忘了时间 沉默在瓦吉里斯的引导下迈出房门 沿着筒子楼过道向一侧走去 在这个视角下 一座难以形容的宏伟城市 呈现于赛罗刹西眼中 那些方块般的灰色高楼此起彼伏 比起诞生之塔也毫不逊色 但数量上却多出了好几个极数 他们沿着纵横交错的道路向外延伸 仿佛永远没有尽头 哪怕是神造之神 也无法容纳下如此多的巍峨造物 这种强烈的冲击感 令他呼吸都迟滞了几分 之前在窗中的一瞥 已让赛罗刹西震撼不已 但走出房间后的景象 还是大大超出了他的想象 更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 城市中行走着众多身影 他们既不像是被吸纳进来的幽魔者 也非意识领域创造的死物 这也是此地和主宰圣座的最大区别 难怪那名人类会称其为世界 到这就行了 瓦吉里斯停下脚步 这声音也打断了沉默之灾的思绪 他强迫自己重新集中其精神 细致感应了一阵后才开口 房间里有其他魔力者存在 我知道 是女巫 你早就知道了 等你的这段时间 我还和他们简单地聊了几句 虽然他们仍不喜欢我就是了 女巫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罗兰 但事实上 她并不需要保护 这么做不过是让大家放心而已 就算是超凡之上 在大军面前也不至于如此轻松 何况是一名凡人雄性 沉默发现这消息在震撼程度上 简直和神异之战士骗局不相上下 不然你以为呢 如果她那么好对付 我早就下手了 当然 那都是一开始的想法 女巫没有跟着我们 告诉我 我要如何才能将你带出一时间 在罗叉戏抓起瓦吉里斯的手 瓦吉里斯看了她好一会儿 才微微摇了摇头 你还没发现吗 我已经不可能再离开这里了 不 既然我能进来 你也一定能出去 对了 如果我将你的躯体一起待上 孟眼伸出手 拨开额前的长发 这一动作 顿时让沉默瞪大了眼睛 阿吉里斯大人 你的魔石 我和你不同 也和那些女巫不同 族人如果失去魔石 唯一的结果只有死亡 但我没有 这大概跟我进入梦境的方式 不同寻常有关 如今我已经成为 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只怕没法和你一起离开了 第1418集 权衡的标准 赛罗刹夕正正地忘了瓦吉里斯好一会儿 若是这名叫罗兰温不顿的雄性死掉的话 我大概也会不复存在吧 不过相比整个族群 我个人的命运不值一提 如果杀掉他能让族群延续 你绝对不要犹豫 沉默之灾没有将这个话题接下去 他转头 俯瞰向高楼下喧闹的街道 其中不止有人类 还能看到几只形似出生体的身影 它们穿梭于往来的人流中 和周边融为一体 这样的景象 无论怎么看都觉得不可思议 好一阵后 他才重新开口 你相信那个雄性吗 老实说 关乎族群存亡这种大事 相信一词太过担保 即使谈判者是你 我也不能单凭相信形势 但他说的有一点没错 幸运是转变的基础 如果没有这层基础 我们可能需要数十年 甚至上百年的时间 来改变对神异之战的固有观念 而这一代价 也许远超过族群的承受能力 所以无论是用适合否来作答 都不算恰当 从目前来看 他确实是朝着终止 神异之战的方向在努力 告诉我的那些战局变化 也不算撒谎 各个方面综合起来 这点信任并不算什么过分的要求 怀疑永远不缺理由 关键在于利弊的权衡 权衡吗 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办 这得看你自己 我说过 你也是一名合格的大军 我不希望过多影响你的判断 以后 我都只能在这里见到你了吗 也不一定 我听罗兰说 她在尝试挽救一名叫灰烬的女巫 如果神使透露的消息是正确的话 即使躯体消亡 只要在异世界留有痕迹 便仍具一线生机 比起沉浮在异时之海的女巫 我至少要玩这么多 对了 她说到这里伸出双手 取下了对方的头盔 考虑到风险 这样的见面必然不会太多 所以就别薄地严严实实了 比起漆黑的盔甲 我更愿意看到你原本的模样 当两人再次回到客厅 罗兰不由得挑了挑眉 尽管从鱼丸的报告中就已得知 沉默之灾本体和平时战备时的样子 反差极大 但亲眼看到时 仍会有种意外之感 若非早有准备 她实在很难将这副 魁梧猙獰的盔甲 与里面的女性魔鬼联系在一起 你们谈完了 结果如何 我想问一个问题 人类 如果神异之战真的是一场骗局 你有几分把握 能够战胜神明 事实上我不知道 神明是什么 它的目的何在 我应该如何战斗 甚至会不会有战斗的机会 全都是未知之数 另外抛开这些不谈 就它目前所展现的能力来看 理论上我们毫无机会 但是我相信 无论结果如何 都好过坐以待毙 我一点也不关心你的死活 不过别忘了 瓦吉里斯大人 还在你的意识领域里 为了他 我也得好好活着对吧 你明白就好 至于你的要求 我必须考虑后再做决定 我也没指望一次谈判 就能取得成果 但至少 这是从无到有的突破 之后就用信件联络吧 毕竟这样的见面 对双方来说 都是极大的风险 只要西县郡 仍在侵入四大王国的领地 战火便不会中止 还有 既然下次会面遥遥无期 你确定不喝上一杯吗 说吧 罗兰端起杯子 赛罗叉西不懈地 拿起桌上的饮料 一口倒进了嘴里 这种把戏他见得多了 就算这玩意儿再难喝 他也不会在敌人面前 露出任何惬意 当一股从未体验过的 醇厚与甜美感 流进喉咙的瞬间 整个房间陡然消失 他又回到了树林间 陈末之在下意识地 向瓦吉里斯所做的位置望去 却只看到一片 空空如也的草地 这短暂的一幕 宛如一场幻觉 只剩下一缕香甜 回荡在春池间 怎么花了这么长时间 见到陈末现身 海客佐德毫不犹豫地 连续开出数个扭曲之门 拉着他一口气 撤出十多里后才开口 在他看来 回信到手后 就应该立刻离开 那片区域才对 陈末有些心不在焉地 应了声 他们没有给我回信 什么 难道那是一个陷阱 不 我见到了瓦吉里斯 你说什么 海客佐德差点没一脚踏空 从天上掉下去 瓦吉里斯确实依附在意识领域中 你的猜测并没有错 只不过 那个被依附的人 是灰宝的王 也是传承碎片的拥有者 回到神造之神 听完赛罗刹西的叙述后 海客佐德陷入了极度的混乱之中 海量的信息几乎堵塞了他的脑袋 虽然预料到瓦吉里斯 必定有所寻获 但没想到 人类竟已深入到这个程度 而且在某种意义上 孟严已经同对方形成了合作关系 这些消息若是传出去 足以改变族群近千年来的历史 也会让他们站在王的对立面 尝试着去说服王 海客佐德几乎第一时间 打消了这个念头 现在 他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再进入主宰圣座 否则 王一旦要对他做点什么 他连拒绝的机会都不会有 那么 站在瓦吉里斯这边 其实在最初时 孟严也是王的一大候选者 从本质上来说 王和大军的差异并非体现在能力上 成为王 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这取决于个体的选择 因此 该念头倒不会有什么尊严上的阻碍 唯一让他犹豫不定的 是身为一族的人类 神异之战是否是骗局先不说 传承碎片对族群的提升 却是实实在在的 人类如今 在未知传承的帮助下进步飞速 若是之后再起冲突 族群又该怎么办 这些疑虑 让他始终难以下定决心 海克佐德没有注意到的是 就在他泡在池子中 冥思苦想之际 沉默之灾 已经戴上头盔 拿起长柄剑 不声不响地 离开了浮游间 第1419集 超越极限 神造之神 诞生塔下层 这里是城市最核心的区域 无数浮游沉寂于此 形成了结晶般的鲜红湖泊 将塔底和神石矿脉 完全淹没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它是族群创造的魔力之源 不仅加强了诞生之塔的转化能力 也是培养高等魔石的必要场所 因此 促使族群不断壮大的晋升仪式 往往也是在此处举行 每座城市或许有着各自的差异 但在下层这块 有着神圣意味的区域 结构 基本大同小异 穿过仪式广场时 沉默之灾稍稍住足了片刻 望着眼前熟悉的场景 他仿佛听到了无数人高呼 夏丽塔的名号 穿着白袍的瓦吉里斯 缓缓走到他面前 只是从石板上散落的浮游尘来看 这里已经有许久未曾开放过了 自从地底文明的共生技术广泛运用后 原生体到出生体这一步的晋升仪式 已被植入所取代 经过出筛的原生体 都有着较高几率获得晋升 这使得原生体的数量大大增加 构成了族群如今作战的中间 主导这一技术的 正是假面大军纳索佩勒 他宣称 只要继续研究下去 不光是出生体 就连高阶晋升者 也有希望通过同样的方式 进行大量的培养 尽管有不少人提出质疑 认为这不仅破坏了古老的传统 还会危及族群的稳定 但王给予了肯定与支持 固然 晋升成功率的提升能 极大增强族群的实力 可其缺陷也是事实 在这数百年里 出生体的数量翻了好几十倍 而通过仪式来晋升高阶的人 却屈指可数 大军更是一个都没有 如果以后高阶晋升者和大军 都能通过摩石植入来诞生 这个见证了无数荣耀的神圣场所 恐怕也将变得毫无必要 赛罗刹西轻吐出口气 将脑海中涌动的思绪悉数暗灭 他走进了位于岩壁上的中枢塔 守卫在此的原生体 纷纷向他低头致意 几乎是一路畅通无阻 沉默之灾在塔顶的控制室 找到了他锁定的魔力源 有什么事吗 纳索佩勒 似乎正在专注于调整魔力核心的构造 头也不回地询问 剑柄出鞘 赛罗刹西全力向前跃出 朝着甲面直刺而去 这是他伤愈后的首次出手第一击 便用上了全力 甲面不擅长战斗 这是众大军都知道的事情 但赛罗刹西清楚 那是在公平的战场上 倘若放到外面 十个甲面也不足为惧 无论是魔力水平还是身体强度 他都远远胜过对方 更别提万场生死厮杀 所带来的经验与本能了 可这儿并非野外 再鲁顿的野兽 都能将久居的巢穴 变成令人望而却步的密枯 何况是纳索佩勒 从神造之神升起 到抵达曙光边境 这段时间 足以让纳索佩勒 把下层区域改造成他的领地 换句话说 赛罗刹西从一开始就站在了一个极为不利的战场上 直觉也在告诉他 不可有任何轻视 数十步的距离一闪即逝 提升到极致的速度 让剑刃化作一道寒光 伴随着站开的气浪波纹笔直刺入纳索佩勒体内 后者发出惊恶与痛苦的吼叫 同时整个房间仿佛活了过来 数不清的石针从四面八方击舍而出 封死了沉默的所有退路 他不得不拔出长剑极速后退 物体的幽灵之刃 在周身形成一道密不透风的刃墙 将石针悉数斩下 铿锵地碰撞成一时不绝于耳 你 你在做什么 纳索佩勒捂住伤口大吼 沉默之灾则重新举起武器 发起了第二轮进攻 刚才内击的触感 完全不像是刺入活物的感觉 倒更像是扎进了一堆油纸与金属零件之中 他隐约意识到 对方正在向另一类物中转化 不管最后会变成什么样 只怕都难以再归入同类之中 见他不达 假面伸手一扬四周的石壁轰隆升起 露出了埋藏在血肉之中的共生体 同时 他也向背后一具造型奇特的共生体窜去 后者竟张开躯窍 将他的大半个身子容纳其中 两者结合在一起后 宛如一个畸形的怪物 难道 这就是他最新研究的共生体 赛罗刹西 毫不犹豫地投出长柄剑 剑身穿过围拢来的共生体缝隙 精准地插入了假面即将关闭的躯窍内 这使得对方的半截身子仍暴露在外 接着 他释放出神意 令金色的雷光吞没了整个控制室 在闪耀的光芒下 石针共生体轰然瘫痪 而那具新型共生体也没好到哪里去 长柄剑成为了指引神意轰击的方向标 大量魔力通过剑柄灌入目标 令假面发出了一长串刺耳的尖叫 迎着四周的火花 赛罗刹西越过岛下的共生体 再次抓住了灼热的长柄剑 利用坠落之势 将武器猛地向下压去 尖叫声戛然而止 剑刃异端同时向上翘起 从假面胸前一直切到头顶 将他的上半身整个斩成两半 一分为二的面具 从纳索佩勒头顶滑下 掉落在地板上 他迟缓地转过头 用一张仅存的脸开口 二十二秒 这就是你最后要说的话吗 人类的计时单位不错 我就拿来用了 而且这一世 共生体阻挡你的时间 我还以为会更久一点呢 越接近死亡的战斗 越是能让我获得突破 比起重伤前的我 现在的我要更强 可惜 你和你的那些造物 永远都无法领悟到这一点 所以我才讨厌不确定的东西 但这不确定就意味着无法复刻 只要加一时日 我必能超越族群的极限 不会有以后了 为何这么缺点 还记得我说过的话吗 在知识面前 再强大的神区也不过如此 赛罗刹西的本能 忽然感到了强烈的危险 假面再次低声开口 对了 让我送你个礼物吧 那是我从人类这儿收集到的玩意儿 你应该不会陌生的 随着话音落地 与他结合的共生体甲壳 再次打开 露出了机体下方覆盖的层层包裹 包裹里 竟装满了人类的爆炸物 语言把这种东西 带到离诞生之塔 如此之近的地方来 这家伙 老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赛罗查新面色大变 他还来不及向后退步 一团极为耀眼的红光 突然占据了他的整个视野 随后 轰隆一声巨响 火球从中枢塔顶端喷出 并迅速膨胀成一个半圆形的光团 在他的照射下 湖面折射出璀璨的淋淋光芒 当火球炸开时 下层的城市都仿佛震颤起来 猛烈的冲击波 令岩壁纷纷脱落 坠入湖中发出雷鸣般的轰响 火球在耗尽光和热后 袖子衰退 并在浮游湖上空 留下了一个 弱大的空白区域 高温 令那些未被点燃的浮游 纷纷逃离 空白久久无法愈合 而位于该区域的原生体和共生体 则只能挣扎着倒下 眼睁睁地看着不远处的诞生之塔 窒息而死 赛罗刹息却没有感觉到相应的灼热与刺痛 在这个距离内 爆炸会被冲盈的浮游进一步加强 狂暴的气浪 应该足以将它撕成数段才对 它缓缓放下挡在身前的手臂 重新睁开眼 只见海克佐德伸手而立 在他面前撑起了一张巨大的扭曲之门 而在门没有遮挡到的地方 一切陈设都已化为积粉 半截塔顶 几乎被 移为平地 第1420集 无法挽回的结局 你这是干什么 天穷之主不禁大好 如果不是惊觉沉默突然离开 如果刚才在池上一步 恐怕不只是对方 就连他自己也难逃一截 一想到 若是门的另一端 仍开在浮游池 或是根本没来得及开启 第二道扭曲之门的情况 海克佐德便觉得 背后冷汗直流 但现在 同样好不到哪里去 不管假面死没死 必然都会被王知晓 哪怕他跟此事毫无关系 也不代表可以脱身 只要王要求查阅记忆 他无疑将陷入极为被动的处境 这令他不由得心头火起 之前 沉默拒绝帮他 他还以为对方是个沉稳理性的人 没想到 见过瓦吉里斯后 赛罗刹西的态度就发生了如此大的转变 不对 这家伙 依然沉稳理性 所以才会悄无声息地离开 而不是先跟我说明打算 因为他知道我一定会阻拦 第二号方案一旦启动 事情便无法挽回 而阻止的方法只有一种 沉默的语气没有任何变化 仿佛根本不在意 他刚才离死只有一线之隔 谁说只有这一种 如果沉下心来 好好思考的话 真的有更好的方法吗 在不让假面察觉 更不让王知晓的情况下 令神造之神维持原样 这样的办法或许存在 但时间呢 事实上 先不提那种需要花费 大量精力去布局的策略 光是连要不要这么做 他都没有下定决心 这家伙 看出来了吗 海克佐德嘴唇如动片刻 最后只能换了一个话题 赛罗刹西望向他 似乎在等待他的进一步询问 这样一来 我们就彻底站到了王的对立面 其他大军都会将我们当作敌人 而且 人类也不一定会放过我们 因为权衡 权衡 在我眼里 这个问题并没有那么难选择 他转身向室外走去 尽管此刻控制室只剩下半面墙 与一张摇摇欲坠的门 以后的事可以慢慢去想 但瓦吉里斯 不能以这样的方式死去 这算什么答案 难道你的意思是 瓦吉里斯比族群的命运还要重要吗 我不相信这会是他的意思 你确定你所见到的 真是那个梦魇大军 而非人类设下的骗局 不 他对我说 若为了族群的话 牺牲他也无妨 这是我个人的判断 天穷之主一时不知该接什么好 局势变得棘手了 忽然 一阵沉闷的冥想滚过两人头顶 他宛若来自脚下 或者说更深的地方 在这连绵不绝的隆隆声中 神造之神 竟然震颤起来 这是 怎么回事 海克佐德惊讶地望向 坑洞下方的浮游湖 只见先前如同晶体般的湖面沸腾起来 仿佛有什么东西呼之欲出 而位于湖中央的诞生之塔 也发出淡淡的光辉来 这样的异象 他数百年里都没有见过 而天穷之主 很快看到了更不可思议的景象 那些本应该被爆炸轰碎的魔力核心 竟绽放着耀眼的蓝光 缓缓从湖中升起 向着诞生之塔飞去 这东西他并不陌生 虽然构造上十分巧妙 也是地底文明唯一能改变魔力形态的造物 但其骨架本身 一只手都能掰断 根本称不上有多坚固 之前的爆炸 连中枢塔顶都能先飞 又怎么可能只是把核心推进湖里 塞罗差息也变了神色 他取下长柄剑 猛地跑出树部 随后将剑柄用最大力气抛出 剑刃化作一道流光 精确无误地击中了其中一座核心 可后者并没有应声而碎 反倒纹丝不动 长柄剑就如同扎在了一样极为坚固的物体上一般 旋转着被弹飞 接着坠入了翻涌的湖泊中 怎么会 当核心与诞生之塔靠近到一定距离时 两者之间出现了一道闪烁的光带 仿佛彼此连成了一个整体 而其他核心也是如此 直至四条光带期限的那一刻 四座核心开始围绕诞生之塔 缓缓旋转 塔身的光芒也充盈到了一个极点 震动猛地扩大了数倍 尘土和碎石从头顶坠落 不少建在坑洞旁的房屋甚至整个踏入湖中 而中枢塔显然也好不到哪里去 与坑壁连接的部分发出咔吱咔吱的响声 可见的裂纹开始在塔身上蔓延 剧烈的摇晃中 海克索德感到了明显的超重感 像是有什么东西将它按在了地面上一样 造之神正在上升 该死 这计划不应该是 等王抵挡沃土平渊后才启动吗 他怎么可能提前这么久就做好了准备 塞罗刹西也察觉到了不对之处 死警完全像是策划已久的行为 难道 海克索德盯着沉默之哉打量片刻 随后将他拉进扭曲之门 一步回到了底层浮游池 你把盔甲拖下来 塞罗刹西疑惑地看了他一眼 但还是照他说的做了 天穷之主拿出那颗五彩魔石 放到眼前 只见对方的光柱之中 混入了一丝微不可查的发丝 他是如此之细 如果不是刻意观察 很难分辨出来 别动 海克索德伸出两指 直刺入沉默尖头 后者皱起眉头 却并未阻止 很快 他便从对方体内 夹出了一团血肉之物 脱离祭主后 这团肉流般的活物 立刻停止了蠕动 阿索佩勒 沉默 用力捏紧了拳头 毫无疑问 该寄生物 正是假面趁他腹伤昏迷时 放入伤口的 他居然对此 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时 海克索德将手上的肉流 扔在地上 接着一脚踩着稀碎 所以他早就知晓了我们的谈话 甚至是 你在意识界中和瓦吉里斯的毁灭 如此一来 他提前做好准备 就能解释得通了 赛罗刹西不顾尖头的伤口 大步向门口走去 等等 你要去哪儿 我要毁掉魔力核心 现在已经晚了 你也看到了 那些核心 正在与诞生之塔发生共鸣 你一个人 又能做些什么 经过调整的一切核心 如今 已和诞生之塔形成一个整体 别说投掷常见了 就算他们两人倾尽全力 只怕也难伤其分毫 即便出现奇迹 也会令神造之神彻底失去控制 从空中直直坠下 他已然看到了 最糟糕的结局 同志网吉里斯一夫的人类吧 让他现在立刻逃离大陆 避开撞击的灾难 这也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了